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发布的消息是中国国务院卫健委 明天在北京时间礼拜六下午三点要召开记者会 就目前的防疫做出说明并回答记者的询问 我想这是一个讯号 中国从这个新冠疫情以来 已经到目前我就看了一下 大概也将近快三年的时间了 如果你们在出库的话 那这到底明天的这个卫健委会 怎么样说明现在目前的防疫 那富士康在荷兰郑州目前爆发的 员工大规模的这个逃离的工厂 还有甘肃南州这个三岁又同 因为防疫的问题 防疫官员的阻难的问题 而上市了他幼小非常宝贵的生命 声明你怎么样看待明天卫健委 到底中国的防疫啊动态清零 是不是会比我们之前 中国卫健院讨论的 在明年两会之前提早结束 我觉得会就是基本上是走到头了 所谓的到明年两会 他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富士康这个事件 应该是骆驼上最后一根草 因为这个说起来这个事情呢 他开始都是对的 就在Delta的时候 那时候死亡率非常高 其实到了呢 奥米克龙的时候 他就应该停 但是当时呢被香港这个事 就因为香港的死亡率 那是千分之1.3 就那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最低的呢 是新加坡是千分之0.3 但是按照千分之1.3 这个按照14亿人算的话 那是170万人 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被吓住 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 习自己讲过 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 达到最大的防疫效果 上海里强的实际上已经做了尝试 结果一下呢失控了 但是 他本来的初心 应该是呢 他社会不稳定 就是大量死人 就现在 其结果呢 人倒没有死 就上海死了580个人 就从大陆境内吧 香港死了这9000人 但社会呢 由于清零反而更不稳定了 就所以他两头都没有拿到 经济呢 被破坏了 就是基本上清零 而政治上 由于清零造成的不稳定 就时间拖的越长 反对清零人的越多 就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看不到 不清零的结果 他看到的就是你折腾 假设中国可以分两半 一半清零一半不清 不清那边死了上百万 清的这边呢 不死人 他恐怕也就 大家就没有这个名言了 但你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他就放开的结果呢 他就会死很多人 就是 即使按这个中数算吧 就是最高的千分之1.3 最低的千分之0.3 你就按照台湾的数呢 是大概是千分之0.6 那对大陆来说的 也是100万以上的人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其实就他死亡的人数 像大陆前年是死了987万吧 大前年 然后前年呢是988万多了1万 今年呢是1000万多一点 就实际上 就算你放开 就算有200万人的死 这200万人 绝大部分 他还是就算了那1000万人逐渐 只不过他死亡的原因呢 从以前的 比如说是心肺衰竭 或者就是其他的老年病 就变成新冠 就新增的死亡数并不大 就从现在全世界能看到的 因为新冠刚开始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 到底会有多大的 包括后遗症 现在中国自己也开始讲后遗症 不是那么 以前说的这么大 以前说的这么大呢 是为了清零 大家能接受 因为他具体没死人嘛 他看不到 只好说后遗症很严重 说的厉害的呢 甚至开玩笑就说 后遗症有多严重 100年以后才知道 100年该死都死两回了 所以 现在就是情绪所迫 他只能这样做了 所以我相信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那就可以看到香港股市呢 反应非常连续几天都是因为这个涨 就是如果就是一天 可能还可以说得过去 昨天最多的时候涨了1200个点 大陆股市也开始在涨 那现在你看到大陆各个部门 就国务院下面的都在发文 其实很矛盾 一方面呢就是要坚持动态清零 一方面呢又绝对不能影响生产 就还是在熊和鱼长之间 在晃悠 这个只有中央下一个决心 做出很明确的指示 恐怕才会结束 我想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不会等到两回 你既然谈到股市 我想请教恒庆 恒庆我们讲说动态清零 一直是变成一个股市跟明星的指标啊 你怎么看呢 刚才圣平提到的 已经股市先反映了 我倒觉得呢 这动态清零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啊 但是他刚刚提到了 这个圣平提到这个香港股市 其实我倒觉得呢 现在这个对股市的这种冲击啊 这个中国的动态清零呢 只是一个表现 只是一个表现 你要说呢拿它呢 我回过头来看 包括深圳股市啊 上海股市啊 我没有follow国内的股市 但是呢我知道呢 就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就是没有表现出来 这个强烈的这个 对于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改变 最后引起 我不这么认为 比如吧 我今天呢 我还在跟国内的朋友 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生物技术 这个包括制药啊 各方面的这个 这些企业啊 上市公司 刚刚就说到 原来一个朋友的公司 然后这个 从原来做这个技术开发 然后新药开发 现在呢 整个把它的新药研发的 这个部门 彻底判断 彻底判断掉 就是因为现在对 它对整个的中国经济 现在持这种负面的认识 这上市公司啊 然后呢 现在呢 已经改成去做那种 就是 就是生物技术代工的这种企业了 所以呢 这个 你就可以想象啊 实际上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是 它的股价呢 跌了85% 就在过去的几周当中 就是因为大家感觉到 二十大开了以后 现在实际上是一种 绝望的情绪 现在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中国经济界 投资界 这个 这个民营经济啊 这一块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不是能够 像 这个盛平先生说到的 说马上了 就 就这几天 能够解决这个动态清零啊 其实我还真没觉得 有那么乐观 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 现在呢 真的是 这个非常的 这个动态清零 大家呢 现在已经到了快崩溃的 那个状态了 我还有亲戚啊 朋友还在 还在国内嘛 还有不少 所以真的是到那个 快崩溃的那个状态 但是 大家呢 并没有 这个用一种 特别极端的这种方式 很少 你看要不然三岁的孩子 最后怎么就死了 有几个真正是因为孩子发烧 最后爸爸拿着刀 就冲出去了 最后不也拿 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对吧 最后说是这个公安局 还是什么大白们 最后就帮他解决了 那言外之意 就是你不拿刀冲出去 就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这种极端的事情 非常少 所以呢 我倒觉得 这个 这个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 动态清明这个事 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了 而最后呢 一个一个城市的经济都垮掉了 但是呢 并没有真正触及到 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神经 并没有触及到那 而大家都知道 中国呢 这个在习近平任内啊 就一定是叫老大说了算 这个老二老三 谁说了都不算 所以呢 只有老大说了算 那你想老大呢 现在他要不触及到他的神经 的话 那个就不会变 而这个呢 是底下的这些 之所以那么多的惨烈 是因为各地的官员在层层加码 而且呢 今天呢 我刚看到的消息啊 应该说就是今天出来的 就是原来的那个 叫CDC吧 中国CDC的这个前首席科学家 叫曾光呢 他答了一个回答记者问 他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 他也认为这个确实需要变了 这个形势呢 已经逼迫的政府呢 必须要调整了 而且这个从长远来说 这个这个经济的影响 社会的影响都非常深入了 所以确实要变 但是呢 会不会变得那么快 他认为呢 其实呢 估计还是要到明年的春天 到明年的春天 然后可能会放开 我看看今天的Router 今天也报 说很有可能呢 这个英镑的这个 就是从境外 飞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旅客 那个Currentine 可能就是隔离呢 可能会取消了 这是Router在说 现在大家呢 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心情 关键呢 我们怀有什么样的心情都不好使 这心情最重要的呢 就是这个老大的心情变 老大的心情无变 咱们说什么都没用 所以我真的不乐观 王博士 你看这个盛平跟这个横青 对这个到底是不是开放时间点 还是有一点意见不太一致 我们在身处美国 其实这边以并不共存 已经是形以其之为常了 中国现在是动态清理 你怎么看 是不是习近平二十大之后 已经没有负担了 顺利连任了 所以开不开放已经无所谓 我觉得那还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没有落定 我是觉得比较谨慎的说 我觉得可能明年三月份以后 他应当抢在世界卫生 宣布大流行结束之前 他有一个说法 那但是在目前来说呢 我是比较谨慎的赞成 恒卿先生的看法 就是习老大目前现在还没有感到 必须要结束这件事情 因为他现实上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处理 他要防止一些不测事件 因为现在确实对他来说很多不测事件都在发生 而动态清零 我们现在其实都知道 刚才呢 盛平先生和恒卿先生都讲到了 就结束不结束 就是老大一句话 专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不该再有什么意见了 所谓的那些在复合老大的那些专家呢 都是别有忧心 那么另一方面呢 国际的经验来说的话 也都证明了 现在结束清零 实际上对于各个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而国内的舆论现在控制呢 就就我所知啊 就是刚才盛平先生讲到一点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呢 那个愤怒心情呢 也还没有到那么大的地步 因为就现在我知道一些情况是 现在有些老百姓啊 也是还在受共产党 包括官 这一些干部也在受共产党 这个欺骗性的宣传 就是习老大的欺骗性宣传 并不知道呢 实际上国际社会普遍的情况是什么 只是有独立思想的比较开放的地区 人们知道这些东西 而那些就是普遍的一些老百姓来说呢 像他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包括那种干部 他们呢不满意 但是现在还是逆来顺受 就像我们所知道最恶劣事件发生的地方 对吧 就是那个三岁小孩啦 还有什么富士康逃亡啊 这些其实他们都不是因为那个 富士康逃亡很大 是对疫情恐惧的逃亡 他不是对这个动态清零 而对疫情恐惧的这个逃亡在里面很多 你看那里头一些员工写的 那对我来说呢这些是这个老大的问题 那老大现在的我们就要看老大的政治盘算什么 那么老大的盘算说 可能他未必觉得动态清零 因为现在台像东亚一些国家等等些 他们也在一段时间呢 采取清零政策 但是为什么他们采取清零政策 没有清零政策本身 并没有导致老百姓的强烈反弹 相反呢由于清零呢采取的 比如好像是这个还导致的疫情扩展 比如台湾吧台湾很多人在问责就问 怎么就失手了 这反正那么多人又得病了 在问这个问题 倒没有去说这个清零政策 对老大来说呢 更多的可能他想的是 他这个清零政策本身 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带出另一个问题 我自己也很奇怪 那为什么 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 你可以看啊 他很多不是清零政策本身带来 而是清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间 造成的很多问题是带来的 那这些问题当然比如看病 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看病 那么这都给终结 再一个呢就是到地震 说不许人出屋 等等像这样的一些 生硬和野蛮的做法 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 导致了清零政策很多副作用 这个其实对老百姓的 国际民生冲击非常大 再一个 为什么采取那么严格的清零措施 用板子把人给钉在那个 封锁在那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些大学生闹一下子呢 对吧 那么马上呢 这个在大学那个就 就放松了 放松了也没听说这个病疫 就什么扩展 所以这个老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本身呢 他自身的局限性 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的清零政策 带来的很多问题 他个人真的要对这个负责 那这个负责 就是刚才也讲说 其实基层一些做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各地都在执行清零做这个政策的时候呢 像上海居然守善之局造成那么多的问题 这个你就要问一个为什么 在习近平那个地方节呢 他可能的想法就不是 就工作中就事论事 一不是谈这个清零政策该不该结束 二呢也不是 他不是从专业角度讨论问题 二呢也不是考虑在这个工作中出现什么问题 他很可能我觉得他就是在说呢 有人在政治算计他 有人在这个 有些人在给他捣乱 这样的话 他就不但不会放松清零政策 他仅仅在政治上要迎头痛击 就跟这个这种独裁惹心态 就跟那个当年毛泽东 独山会议本来想解决一个大跃禁问题 这个左的过渡问题 结果因为彭德怀挑战他 这个家伙这个坏蛋就心一横 他呢就说那我就破罐破摔 我就要跟你硬到底 所以他反倒用更严厉的方式 来推动大跃禁 就导致那种大灾难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很大 实际上他把现在 因为他现在独裁啊 他实际上他也很惊恐 他要制造恐惧情绪 来让大家来服从他 另一方面呢 他自己也对这个他很惊恐 但这种惊恐的话 他常常会把工作中的一些分歧 或者一些别人报问题 想解决问题 都当做挑战和威胁 这样就导致呢 我觉得他迟迟不能够去 做出一些工作 在工作中本该去解决的问题 他不能出台 因为他把它看作政治安全性 和政治挑战性的问题来处理了 这是一个 那么中国呢 到底我也在想 那个官场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多人 在跟这个习民作对呢 我看也未必 就是因为就是 其实中国在多数的官场 比较加密这些官场啊 实际上还是共产党 你说啥我就跟啥 我可以阳奉阴违 但是我不会真的去给你捣乱 那这样的话呢 官场上为什么现在 这些官场上就不能够 就事论事的解决一些问题 对吧 为什么要采取那些生硬的方式 真的就一定要跟习近平作对吗 什么地震说不让人家出楼啊 还有等等这些问题 还有说看病不让人去看病啊 这样一个生硬方式 这也未必就是习近平想要的 但是呢 他之所以有这个 我就觉得是因为 大家都是无所适存 就是习近平搞的这些东西啊 他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干部 做的假定啊 是这帮人是一帮圣贤 或者通过他的整风 通过他的什么要求 通过他的这种什么杀衣敬摆 杀鸡给猴看的一些措施 这些党员就能按照他的想法 其实他那些想法 很多是脱离实际脱离人性的 这样就使得很多的人 无所适从的时候 实际上只能采取很生硬的方式 落实他的最紧迫的指示 这样不顾其他方面的代价 这样呢最后呢实际上使得他的这个清零政策呢 就在底下就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鬼哭狼嚎 这个一地鸡毛满目疮痍的这么一个局面就出来 我这个话可能说的有些过分 但是大体上呢 对清零政策持反感态度的这些人心中 其实是就这么一个印象 因为你怎么看呢 因为他们三位看法不太一样 当然你之前也提交过啊 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看法 是不是要到了明年两位 那到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你 就是说北京或习近平到底从 动态清零里面学到什么事情 我觉得我的看法跟他们三位看法 也不太近相同 我认为从目前的发掘的一系列信号来看 这个动态清零 他不会可能一下的就会说废除 但是确实是会改变 包括这个刚才恒情讲的时候 那个什么那个曾光讲的 曾光就是说跟那个 这个是瑞宁 是才什么那个那个 随随这个一个内部的对话 你们讲了 他说是说 中国未来几个月之内 这个清零政策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他说到了这个时间 他说的是未来几个月内 他未来几个月内不大可能是半年以上 估计也就是半年以内 这两三个月之内了 大概就这个时间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 从那个从我们讲这个 说是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民航啊 现在可能也改变了 就是说对就是对国外有有有有 有有有并力的航班 有一些较多并力的航班 不再采集了就垄断的机制 还有就是说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 这可能是这个拦救了一个 是出来之后吧 我们看到那个欧尔多斯的这个最近的 说是这个 这个说欧尔多斯最近也出了这个 出了这个疫情 然后他的公报 这个政法委的公报就是说 你如果就是说真的是有危机 危害你 就算律师有难求这种事情出生的 维尔三面安全的话 你可以自身采取措施 就是这个 所以他这个公告受到很多人的这个侵略 说他是一个很零食化 那个这个他以前是觉得不可能出生的 我也看了这些欧尔多斯内蒙那个书记 内蒙那个书记在那个他的内蒙讲话里面 这个真的也是讲公开了 就是说说个清零就是说 你不能够再这样做下去了 就是说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小区里面 如果去算一两件批心率 你几岁了 你几岁可以封了一个小 封了那种房子 那种房子 你不能把几个小区都封起来了 不能把几个小区 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么明确的语言 他过去的省部 就是这个省委书的阶级的官员来讲 是不大可能讲的这么非常明确的 这样具体的 那当然就是说 这种信号的出来 肯定就是上面 我们讲这个 所谓的明天的国务院照顾的会议 所以明天这个国务院照顾的会议 我认为他不大可能就是说 会宣布这个清零净的废数 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实体性的一些调整 这个是可以预计的 就从阶级两天的股市 我们讲香港股市连续大展 这个内地股市也连续大展 可以看出来 租本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 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增光监署的 这个银行内部的这个讲话 这个这么透露出来的信息的话 我想的话 他们的租本实际上 应该是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 虽然还被保留 而接这个所谓的清零这样一个政策 但是一些实体性的内容可能会改变 确实实是因为到目前的状况之下了 一方面可能我们讲是因为外界的这样一个疫情是趋缓 另外一个方面主要是中国 我们讲老百姓现在一谈到这个清零劲大 就是愤愤不平 就是愤愤不平 就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话呢 我想的对于官员来讲 他也已经感觉到了 说实际上对于官员来讲他们也是反这套 也是反这套 因为我之前曾经跟山东的一个县里面的一个小官聊聊天 他说他的那个县的那个除了可能是一把手之外吧 其他的官员都对这个清零是非常非常的反感 但是没有但是无可奈何 没法改变 这种信息我想呢 就算是习近平个人接受不到这种信息 其他的官员呢 包括包括这个公共卫生专家 包括向习近平提供信息的一些官员 我想可能他应该也接受到了这个信息 那么接受到这个信息呢 多多小小可能会向习近平全体 全体这样一个要可能要改变了 要改变这样一些 那对习近平来讲 二十大已经全爱落地了 不管以前我们讲这个清零就是说 这个不会实际上是不可能影响他联练的 但毕竟就是说外界一直在拉清零做文章嘛 所以这个他个人可能有些担心 就是说会有一些 就算他联练会有一些变故 会出在于是什么对不好的变故出来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二十大已经过去了 他也已经大权在握 所以这个为了经济的这样一个考量 我想这个经济在每日可能会不断地上他权利 这种经济不好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对他来讲的话 他应该还是会我觉得会双印的 这是一个调整 说白了的话 就算是那个官员不会上他权利 这些信息 他的女儿 我想他应该会上他权利 这种外界的这种信息的 印度来讲 他应该会有所考量的 而且我们现在看了 从这个现在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但是有一个中科院的院子说 新冠病毒是一个 四线性的 这样一个病毒 还对近这两个又刷了 刷了刷了刷了 官方的一个研究 成果吧 说是这个好疫症的问题 不但是说 新冠出生的好疫症在其他 疾病上也出生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冠 原来很单一的新冠好疫症 并不是新冠本身才有的 其他的局面也不出生 这其实就是毛主意义上 就是都是他为最后的 这样一个解封 做一些语论的这样一个铺垫 做一些语论的铺垫 所以我认为再加上这个外界 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 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 放开清理放开清理 这样一个压力 语论的压力 我认为就是说 可能会进生一些局部的 这个调整被转缓 但是这个政策本身 不大会明确的设计 所以要放弃 我再补充一点 补充一下 就是他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中国历史 或者是共产党的一个文化 的一个惯性 就中国人搞什么东西呢 都比较喜欢清零 你比如说 搞阶级斗争当时就要清零 美国人他讲的是 自己活让别人活 中国搞政治就你死我活 那是搞阶级斗争 当年毛泽东在的时候 夸大了敌情 到处的阶级敌人 到处抓特务 后来就是新疆发生事情了 搞反恐 反恐也是清零 最后搞反腐 还是清零 我们知道两年以前 有个五级的电视连续片 讲的就是反腐清零 那后来防御 仍旧是清零 就这种的做法 其实就是一个 一种文化的结果 这个文化的 是共产党继承下来的 如果说这个清零 还停不下来的话呢 跟这个可能有点关 但是中央自己政策 不一 他一方面要讲发展经济 一方面要讲清零 但是一旦一个社区 发生了几例的话呢 他可以关一路到底 但是经济滑坡了呢 那是长期的问题 他没有很明确的 严厉的惩罚 所以他是讲诚不一 所以我相信 他如果真要提下来的话 他会做出非常明确的指示 否则的话还会这样扯皮 那你看看吧 刚刚明天那个北京时间 国务院怎么样来讲防疫啊 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出来 不过现在整个经济滑坡 OK那个俊涛 还有这个人民的愤怒 跟官僚的无奈 倒是让北京有另类思考的 俊涛补充一下 对其实我刚才 我其实要比较同意呢 意味着刚才这个分析 我只是说要不要 结束清零政策 我觉得他不会嘴软 因为一个是他曾经呢 像盛平说过 上升到一时一代高度 他突然降起来 他即使要采取一个什么结束 他也要嘴巴还要硬 就是那么第二个呢 他可能会有些软性着陆 过去我讲过说呢 比如缩短时空距离啊 就是把范围越缩越小 还有一个空间 再强化一些 其他的救济措施 谢谢这个经济的补充 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补充呢 我想我们把时间呢 挪到下一个 明天国家国务院的 这卫健委的说明 我想会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这个方向 再来就谈论一下 跟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看到这个德国总理啊 访问北京跟习近平见面 都没有戴口罩啊 所以我想习近平 大概也有他新的做法 他们两个谈了很多事情 行前德国总理 希尔斯要访华之前呢 很多人的阻拦 包括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跟欧盟的外长 的开会啊 都提到说希望 他能够且看一下 且听一下 或是不要动 法国总统 马克宏 也有一些意见 这个军刀里面 海外人士 有发了一个 公开反对信啊 您可不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你们发了 反对信 反对这个 德国总理 希尔斯访问北京 你们的主意 你在哪个地方 我觉得主要 其实这个 当然希尔斯呢 他访问北京呢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算法 有的一个打算 问题是呢 国际社会和 包括习近平本人 那不会照这样 他的这个打算 去去解读 就是说 肖尔斯 我觉得更多是 从一些工作性的访问 他因为他觉得 像德国怎么样 俄乌战争 我们也知道 德国是受到 打击最大的一个国家 他有许多的 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那么这个 因为美国呢 相对来说 你别看美国 出的影响 应该是在西方国家 的时候最小的 那么 所以他要解决 这些实际问题呢 他希望呢 北京能帮他 通过跟北京的交往啊 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而再一个 他作为一个新官呢 上任之后呢 他也需要一些政绩 来巩固他在 德国的地位 而德国跟美 跟西方自由民族国家 它是个多元社会 他既要考虑到民众 公众对北京的 这种愤怒和反感情绪 和反对党的压力 他也要考虑到商团呢 还有一个专业界呢 还是希望 因为毕竟中国 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现在发展最快 跟这些的 在这方面的 德国的利益 他要考虑 那在这样方面的 这个平衡中间呢 他其实呢 他其实他也没少 对北京说狠话 但另一方面 他也要去做 一些实际性的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出 这次呢 德国的大公司啊 就去的也是摆了 比较大的阵容 跟他去了 而且好像也谈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订单回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 要达到目的 他的目的实际上 在这个区的 访问他的工作目的 非常具体 可是问题呢 外界会怎么解读呢 我觉得有三个解读 这是呢 他现在他可能 也不是没听到 可是现在不想 这个至于这个 德国实际利益之前 第一个解读就是 你这样去的话 会不会给习近平说 你看我刚开完 二萨之后呢 西方呢 就开始给了我 一个大礼 就要承认了 我的合法性 但这个东西 要是能成立的话 那将来在这个 拜登一直希望的 在印尼的 那个习拜会 他也会起到 这个作用 实际上 那么说 但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可能会误解就是说呢 德国实际上呢 在美国和中国的 这个这种 较力中间呢 德国实际上采取 这个不偏不倚的 我们都知道 德国不是不偏不倚 德国就是站在了 西方国家一边 在人权问题上 在地缘政治 等等这些问题上 他实际上都是明显的 站在了 这个美国的这一边 那么包括在 俄欧战争 还有等等 包括台海等等 一系列问题上 他也是对中国立场 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呢 他会给外界一个误解 好像他还是呢 这个打左灯向右转 是这个 在实际上又向右转 第三呢 我觉得呢 他会给本国人民的 也给这个欧洲 也有一个印象 因为他当率先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发出一个信号 假如说他不为此 付出一些政治代价的话 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国家 因为比德国 更想和北京发展关系 更不希望 对国际政治和国际 这个大的格局 负责任的国家有的是 为了自己的意识困难呢 去引证止渴 这种国家有的是 这个我说引证止渴 是采取一个 就比较极端的这种对 如果对北京的任何合作 这样都是在协助北京 在作恶 轻了这 而且说重呢 就是给 人家帮着北京呢 将来活埋自己挖个坑 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个坑 让北京将来活埋自己 那么就像美国现在 一个比较强硬的鹰派所说的 当初呢 北京就是把北京给扑大了 我对我在加拿大 有个人他说的更有意思 中国企业家 他刚刚出来 他说呢 这个中共啊 就是一个白眼狼 他说苏联把他养大了 他就把苏联给反了 他说美国把他养壮 这件事开始要反视美国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其实你这种支持 北京的话 会给很多国家 一个不好的这个典范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德国其实想去呢 我们得看到呢 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西方社会呢 没有一个就是像这个西方的 这些这个大的国家说 他要跟北京脱钩 像前川普总统呢 打贸易战 他说不是为了脱钩 是为了更公平的贸易 那么另一方面 他一再可盼着北京 能够做出一些回应 然后以便呢 能够两国能在 更公平基础上发展贸易 另一方面拜登呢 他在上来着 虽然一个全面围独北京计划 但这个更多地缘政治 那么实际上还是有 很多方面他并未脱钩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现在西方对北京的关系说 只要有两条线 你能守住的话 那么你去跟北京发展关系上 他们包括美国在内 他也不一定反对 第一条线就是安全线 就是北京现在 也明显要挑战 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时候呢 你就北京不能再获得高科技 这是一条线 那其实北京过去 获得高科技的渠道 也挺有限的 除了就是比较迂回的 通过教育啊 科技合作之外 还有就很多就是偷嘛 就通过网络啊 还有一些人去偷 去收买 实际上真正的 美国和西方国家 在高科技 其实一直对北京 采取封锁 他也不是对北京啊 美国对西方 其他国家 也采取着封锁的 这种态度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你不要在 供应链上 因为这次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各国都对呢 一旦这个就大难临头呢 这个就这个 大家各自悲啊 对这个感受非常深 所以都不愿意把就是不可替 就是在人国际民生中最重要不可替代的东西 再放到别的国家去 至少要放到自己觉得安全 特别是北京 急不负责任 就是当时呢 在新冠发生的时候开始呢 是这个把疫情放到了世界去 当然这有习近平自己的无知在的 他不是故意的 但另一方面呢 后来又封锁了一些必要的物资 到了后来到全世界都放开 希望北京放开 他的这个至少就把港口啊 码头运输放开 这样让世界经济能够 这个顺利的恢复 他又采取不负责任太多 所以大家呢 就对这个供应链放到北京不放心 那我觉得在这两点 如果讲这两点不触及的话 一般来讲 你发展这种关系也没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出这次 这个德国去签的订单 都是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 将来有一天 北京真的不执行这个订单 对西方国家无伤大雅 这都是所谓景上 对这个西方国家是景上添花的事 没他呢 也不会就像这个雪中送炭说好 没他的冬天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在这个 另一方面你说美国 我也在想 美国就不希望他发展吗 其实美国有他的算盘 我是觉得呢 美国其实希望呢 把他放到了拜习会之后 因为你可以看出 在美国在这个上个月发布的 那个叫国家安全这个报告里头 他说很清楚 跟北京的关系 比跟前苏联的关系复杂在那 跟前苏联关系就是一个封锁他 就是一个跟他进行冷战 但是跟北京关系说 现在地球呢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前苏联像是没有能力在他势力之范围之外 去投放影响力 和北京不一样 北京在经济军事各方面 他现在都已经至少具有潜在的 能够迅速发展出来的 势头去挑战美国在世界各个方面的利益和秩序 在这方面呢 这是一个 所以美国在有些时候呢 是不能够跟北京把关系搞太僵 还有更重要一点 他说呢 现在的经过前三十年的全球化之后呢 人类面临一些共同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在一二十年内 有效控制的话 那么整个的地球和人类的环境 就非常不适合居住了 在这些问题上呢 北京呢又是被最大的一个 放出这种危害的 就是什么 无论是碳排放等等 还是这些东西 这个资源滥财 对吧 你不像现在你看世界 跟我谈的比较多 中国的行处 那个捕鱼团呢 到世界各地去滥捕 把这些那很多的 就是保护的比较好的鱼场 他全给破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 他就是这些问题 他就需要北京来跟他合作 而他在某种意义上 他也希望北京保持现在的 这种高效的 这种执行力的体制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实际上在对 北京的这种 这个正专制政体 在改造上也有他的迟疑 就跟当年八国联军 没有真的去解体中国一样 他就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满清 给搞掉了之后 我们直接管这个地方 我们管不了 所以还让这个烂政权 去管这个烂摊子 我们只要收钱就可以了 所以西方国家 其实是这种实际的 这个考虑者呢 他们就是希望 北京去管中国 然后他们只要从北京那 拿到合作的好处 在这点上我觉得呢 美国政府在那个报告中 也是想着说呢 在这些重大的问题 人类共同面对 需要北京合作 所以我 他前一段时间的整个布局 我觉得拜登迟迟的 就是不去 只是从控制危害角度上 跟北京去讨论一些问题 而在一些大的 真正要落实 比如他高层不互访 那时候就他先要布局 围堵北京 他也需要在国内做一些安排 但另一方面呢 他还是最后呢 他的国防安全的那个 那个讲到的这个 合作的问题 他还得要落地 所以我想大概要在这个 拜习会之后 拜习会一旦落地之后 他也希望西方国家 比如像日本啦 德国呀 欧盟啊 都要跟进 就是在一些具体人类共同 命令之后 他还需要合作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他也内心中 布林肯对肖尔茨说这话 也未必就发自内心说 你要这么去了 这好像就是 把我们的工作都给破坏 无非就是一个谁牵头 谁来这个做老子 做第一的问题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刚才 君导刚才提到 其实美国是反对的 法国跟德国之争 又有些矛盾 但是希尔茨就是要去 所以希尔茨把德国 等等 等等 我说美国 其实也有合作的一面 只是他不希望现在 当然 他知道拜协会之后 不要强谈拜协会 因为你怎么看来 希尔茨是不是把德国的利益 放在整个欧洲 所谓的抗中的统一战性之上 当然每个国家都是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其他国家 放在一个国家集团利益 这个都是非常进场的现象 包括我们讲美国 因为出于抗中的原因 他肯定反对孝尔茨是访问北京 另外我们讲其实法国有意见 法国有意见 并不是说他真的对肖尔茨访问 中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而且说你应该就是说 我们讲从路透社的报道来看 就是说他原来是说 马克龙也跟肖尔茨一块去 但是我们讲马克龙就拒绝了 马克龙拒绝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两个国家一块去 因为从外交对外界的强行来讲 实际上他们这个孝尔茨比不过马克龙 我们讲马克龙做过一论 他对外界的苏联程度肯定要超过孝尔茨 然后另外从法国的更强烈所谓的 战略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可能就怕马克龙抢了他的风头 从他个人的这样一个角度 他可能也不拒绝 就是跟马克龙一块去 那么马克龙其实从这个角度 他反对肖尔茨去访问北京 我们看两个人的这个习近平跟肖尔茨的 这样一个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 现在公布的情况来看 我注意到了两个人都同样说了一句话 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就是习近平讲反对军运战队 反对军运战队 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 也就是说希望肖尔茨 不要从西方的所谓的美国的集团利益 来考虑你德国的这样一个对华政策 应该从你自身的这样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看到肖尔茨的回应里面 他也回应了习近平这样一个 就是他也就是反对这个阵营战队的这样一个思维 印度来印度这里面 我觉得这个这两点呢 其实就是说 从欧洲战争爆发以来的 由于这个欧洲处于这样的 目前处于这种非常困难的这样一种状态 经济啊 这个通通等等 那么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 也会对这个穷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 他有穷对我们讲自身的这样一个 德国的这样一个处政 德国的这样一个外交的角色 会有一个穷深的这样一个思考 包括我们讲 这个孝兔接着来北京访问的话 德国内部绿党 他的外交部长 他的经济部长 我们讲这个都反对来 但为什么孝兔还是觉得来 在这个最后 一个从他那个带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有十几个所谓的那个企业家 那个后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包括他这个在往来 往之前批准了 所谓的这个中远集团收购 这个就是我们讲 25%的 不到24.9%的这样一个 95%这样一个股份来看的话 应该就必要就是 德国的经济界的这样一个出动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因为这个如果是说 这些属德国的大企业 都在中国有很深的这样一个利益 虽然有人说 就是说包括这个宝马 包括其他的那个德基银行 包括其他的这个十几家企业 在中国的这样一个 就是在中国这个思想 他们这个企业的这样一个比例 并不上外界全的那么高 大概也就是估到15%以内 但就算这样一个比例的话 一个单一市场间15%的比例 也是很高的了 更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强期的一个趋势 以前这个比例可能更高了 那么现在这个比例降到这个程度 那么这个15%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度回级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单一市场间这个比例 所以对企业来讲的是 这个我们讲 对它的利润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印度来讲 德国企业在一个背后的这个推动 我觉得是邵尔茨这个访罚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 这种访罚会起到 就是说这个对中国跟欧洲的 这样一个这个双方关系的改变 会起发会产生一个 实质性的这样一个转变 我觉得还要观察 就是要介绍从马克龙 我们讲现在马克龙这个外长 法国外长方法了 就是说马克龙未来几周 或者几月也会来访问北京 要等我们讲马克龙来北京访问 还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判断 现在就就是说仅仅是 这个角色来看 可能就是北京的这样一个欧洲 就是欧洲的战略 仅仅是打开了打开了一扇门 但是这个一扇门之后 是会后续的加变 就是后续的进到你这个门里来 还有看我们知道 法国还可以发展其他的一些国家 如果说法国马克龙来了 在接着其他的国家 比如在意大利等等 或者是西班牙等等 乌鲁叔叔来访华的话了 那可以就可以判断 大概就是说这个中欧关系 可能会有重新有 有可能会有恢复到 就是说不可能完全恢复到 过去的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就是说会 就是相对过去三年 那就冷冻了 它有一个恢复 但是如果说就是说 马克龙之后呢 并没有其他的后续的 欧洲国家这个元首的联系来访问 我们觉得就是说 他就是中欧关系 还是取一个这个就是说 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想 本今我就想发落这个 一文的这个 有关于中欧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这个欧洲整个对华的这个策略 跟做法已经就有所改变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停摆 中欧峰会已经停摆 你觉得这个 乌鲁叔在这次的闪电式的 反望北京之后 对欧洲跟北京之间的关系 或北京对G7或G20之间的关系 跟西方的关系 会不会有一点所谓的 我们讲松动也好 或是比较和缓也好 那另外就是说 中欧峰会 刚才一文提到 有没有可能 从停摆之后 重新回到像默克尔 跟北京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呢 目前来说呢 欧洲呢 这回普遍的 对硕斯这回的这个 这个访问呢 都持这个 应该说负面的这个报道 负面的影响 有很多的像欧盟 欧洲议会的这个 这个议员们 还有各个这个政府们 都有出来讲 这个欧盟的官员 出来讲 都觉得呢 他们在前几天 在他没有最后确认 他一定会出访 那这个之前的 那时候都在讲 他说 这回是要去完成一个 不会有任何收获的旅行 当时呢 这个就是 就在昨天嘛 我看还在讲 说这个 这回硕斯呢 这个他们 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个呢 是trading 贸易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乌克兰战争 第三一个呢 就是人权 所以呢 像这个呢 他之所以把 像人权拿上来 把人权拿上来呢 实际上呢 是为了 就是我感觉是为了 屏蔽 现在呢 这个欧盟的 这些成员国 对他这回去中国呢 这个负面的 这个影响 所以呢 他专门提出了 这个这方面的 会是他的讨论的 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呢 我看到 这个两边的 都没有谈到 这个报道 都没有谈到 说谈论了 这个人权的问题 当然 但是我想呢 像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这个我 因为我的感觉呢 就是欧盟呢 在过去的 在新疆问题上呢 跟中国这个分歧 产生了以后 最后使得 中欧这个投资协议呢 彻底停摆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我的看法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系的 一个变冷的 一个拐点 然后呢 虽然呢 这个Macron 和这个 和这个Moker呢 他们两个呢 还都一块的 去跟这个习近平 去对话 就是这样的话呢 习近平一直想通过呢 说把这个两个 欧盟的两个 这个最重要的国家呢 搞定 这样的话呢 这个其他的 27国呢 就会跟进 但是这个呢 现在基本上是落空的 而Schultz呢 他一直长期作为 这个 这个 这个德国的政治家 但都不是 不是 就有发言权的 这么一个政治家 所以呢 他这回那个机会 作为这个当选的 这个 德国的总理了以后呢 他非常希望建立他的政绩 希望能够带领德国 能够在德国的 这个 在这个欧洲这个范围内呢 能够更多的 加大德国的这个影响力 但是呢 目前来看 我的感觉呢 嗯 这个可能性不是 不是很大 或者是 几乎是 没有可能 所以除非就是一条 除非中国变 除非中国变 这一点呢 从目前来说 我们看到的 从美国这边也好 这个 包括英国这边也好 当然美英是 几乎是一体的 嗯 就是 他们的基本的反应呢 都是什么 都是要做官其变 而且呢 都认为呢 这个中国变的可能性低 所以呢 这个 包括什么戴琪啊 这个 这个 Dina Raymond啊 就是在 最近的一些讲话 都在讲 都在讲 说这个 就是大家要静观其变 所以我想 这回说了几乎呢 也确实 带来什么样的 实质性的成果了没有 我看 应该是没有太多 实质性的成果 但是客观 确实是为 这个习近平的二十大 做了一个背书 这一点啊 这正向习近平在 在谈话当中呢 这个今天我看新闻联播上 习近平专门强调呢 你是这个 七个 这个G7当中的第一个 他因为他还准备要等第二个 第二个估计就是 安玉文刚刚说就是 Macron Macron会去 作为第二个了 是吧 但是呢 现在他专门强调 你是第一个 为什么 他现在 他专门通过外交部去组织 这个非洲啊 越南啊 这些国家来 来做这个 这个旅行 这个旅行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 给他的这个 这个第三任任期嘛 要做一个 这个捧场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说了一次 确实是去应对了 但是呢 他确实 就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啊 他不能把德国 跟这个非洲国家 那些小国呢 最后放在同样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起点上 因为那些国家呢 之所以要到中国来呢 他来了一趟 就一定会给钱的 或者免债 或者给钱 但是呢 德国不需要那个啊 德国不需要那么多 那一点钱 那点小钱 他希望能够保持 他的这个 这个跟中国的 最大的贸易伙伴的 这个交易 然后呢 有更多的产品的出口 然后有更多的投资呢 会回报 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呢 有好处 所以他认为呢 可能这时候是个时机 连习近平这时候难 世界呢 这个西方发贷管家都不去 那他正好呢 要抓住这个时机 投一把机 所以那这时候 我就觉得呢 大家都抱这个心理 和实际性的改善 中欧关系 或者是中德关系 那个呢 不会划等号 为什么 要想改善这种关系 一定要实质性的变化 而这个实质性的变化 不会到来 那你想怎么可能 真正改变这个 这种关系呢 那也就是对话 也就是对话 所以说的是 也在想要 就是要对话 沟通的 这是我的观念 不过这个 我们既然谈到这个一题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提到雪儿是在北京 会不会见到胡锦涛 因为胡锦涛 毕竟二十大 这个这样的立场 全世界都关注到 声明 因为在一天 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 访问北京 其实很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讯息 他看了习近平 他看了李克强 但是到底能不能 能不能借胡锦涛 我是不知道 我想听听看 你有没有什么观察 没有 我觉得取决于胡锦涛的 身体状况 而且该不该见 但是说 从他来访问这一点来说 尽管他说了 就他口头上 他是讲了很多人权 这些 西方这样一个阵营 但他实际上 他站在习的身边 而且是是第一个 那我们也知道就德国呢 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同时呢也是对中国呢 就最大的进口来源过 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的一个目的国 就他这个地位 可以说在欧洲就在经济上是超过了英国 所以中俄的去年的这个贸易达到2400亿欧元 差不多现在欧元等于一个美元吧 也非常大 是跟美国的三分之一 就在这个世界上是资本主力 主义呢是三情 在政治正确的这种淫威之下吧 有时候暂时会有偏离 但长远他一定会摆回来 就美国当然不希望他去 这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决定的 其实马克龙想跟他一块去 就我们知道美国自己 他不允许他就回到70年代吧 他不允许他的盟国 任何盟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他自己第一个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当时就抛弃了台湾 只给台湾6个小时时间 统治台湾这个决定 那现在呢 这个世界我想20年前 大家读一本书世界是平的 那个时候讲的就是呢 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的下面呢 国界会消失 主义会消失 这种三情的东西会慢慢散去 但这些年呢 似乎有点稻子在走 是吧 国界重新建立了 就以前讲的自由贸易不讲了 开始重新好像就是拉帮结伙 要搞这种阵营了联盟了 其实当时在苏联解体之后呢 北约几乎也就处在可以解体的地步 如果当时北约让苏联进去的话 俄罗斯进去的话 那欧洲真的统一了 但没做到这一点 还没做到的原因我想是 首先是美国最不愿意 其实欧洲并没有反对这个事 所以苏尔茨这次访问中国 随后我想还会有其他的人 世界应该还是回到原来的这种状态 不应该回到 那么多关系 不是不应该回到 我这讲的就不是事实判断了 就是从价值判断上讲 在事实判断上的第一步已经走出来了 在其他的国家我想也会到中国去 就是作为就是反对派也好 或者说做一个实事评论家也好 我想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呢 还是应该守住 就是不管你对中国这个政权 你是吃什么态度 这个我就想到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故事 当时梁启超 也是属于清朝政府的通缉犯 但是在涉及到呢 跟日本的领土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当时那个间隔岛的归属的问题 他就清朝政府完全没有那个能力 他就写了一篇论文来证明 间隔岛的归属问题 就这个论文的作为一个反对派 他似乎不应该这样写的 应该说那就是归日本 对不对 他也是日本供养的 但他就写了那个东西 就是100年以前的那些革命家们 他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分得清楚 就100年以后的革命家 是不是分得清楚 这当然是一个跟这个没什么相关的话题吧 那个我补充一下就是肖尔茨就是说 从这个德国媒体德国基辛的报纸来看 他关于是个人权的问题 也提了新疆 但是这个语气啊 其实也是很软的 不是那边很强硬的 就是说肖尔茨大概就说这个新疆方面的人权发展 发展说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的 那些东西都是这个民权发展之类的 并没有遵促强烈的遵促中国政府不要就感性淡淡 没有没有历史的这个这种语言 所以讲这个肖尔茨的这种这次访华了 我们讲这个现在的不管是 他德国本身有怎样的这样一个 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 受到美国的这样一个外在的压力 但是这个行动 确确实实是一个毛主意义上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信号 如果马克龙我们讲到未来几周 或者几个月进一步跟进的话 中国关系不会有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改变 但可能比现在就是慢慢的 如果说过去是处于一种双对冰冻的状态的话 那应该算是这个冰冻就是开始慢慢的在化解 那有话要说 对我是想说这个盛平的那个 我有两个觉得有两个事实呢 我想呢做一个补充呢 第一个就是呢 这个实际上美国建交是在1979年 1月1号和中国建交 而欧洲的多数国家都是在这之前 再一个呢在这个要就是在这个 中华民国加入这个联大的 就像欧洲国家除了一个国家之外呢 全都投了赞成票 而美国那时候还是百般阻挠 就是我觉得呢 这个我们要说呢 欧洲其实在问题上的并不听美国的 特别法国一直是一个在高乐时期 一直是一个跟美国作对的立场 而第二个呢就是在欧在这个俄罗斯 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没有加入欧盟 这个也不是美国的反对 这个欧盟有他自己考虑 因为这个加入欧盟啊 加入了这个条 这个加入这些呢 他的要求非常高 对你对国内的政治啊 经济啊这种改革 有一个非常彻底的改革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叶利琴 比如在用这个坦克 我刚讲不是欧盟 我讲是北约 俄罗斯三个月 那北约还有什么关于呢 不能北约还有一个跟周边国家 不能有领土冲突啊 那时候跟中国等等 这都还没有搞定 所以我觉得他中间有许多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美国反对的问题 而且美国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觉得他也可以领导整个世界 而那个时候俄罗斯已经对美国采取了 一个近乎臣服的态度 那个当时是从叶利琴到普京早期 所以我觉得不是美国的反对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就是夸大呢 美国在这个建立战后秩序的时候呢 好像美国还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比较慷慨 像比如日本和德国被打败之后 现在之所以不让德国正常化 主要还是犹太人在起作用 在欧洲 你像对于为什么在这个战后在亚洲 日本人其实在亚洲犯的罪行 比这个德国在欧洲犯的要大得多 但是因为他更残酷的更落后嘛 但是为什么对日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呢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犹太人这个集团 美国其实到这个 你看美国现在对日本 你看这个珍珠港这个 这个齐齐本来是一个对美国 是最在这个911之前 最伤害美国感情 但是美国后来对着之后 在一系列后来战后纪念 或者两军的这个老兵 共同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 我自己觉得一直美国其实他在这些问题 历史上一直有个比较慷慨的态度 除了雪尔之之外 二十大之后啊 也越南还有巴基斯坦 跟产桑林亚的领导 都到北京访问了 看看后续之后 还有没有别的 我们可以来进一步来观察 也看一下北京跟西方的关系 会不会稍微和缓一下 再来第三个题目啊 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二十大之后 到底李克强跟李强啊 这个不曉得是命运捉弄还怎么样 这个下一任总理啊 跟接任总理只差一个字啊 李克强最近也蛮忙碌的吧 虽然二十大之后 明年三月要退下总理的位置 不过他也给主持了上海 上海主持的会议 那准备时 外交部也发布了 他准备到柬埔寨 参加中国温东盟 10加1 10加3 还有东盟峰会 那当然他也见了这个小小子 这个一问你怎么样看待 李克强跟李强啊 这个李克强跟 跟这个习近平过去的十年 被看为过去三十年来 最弱势的总理啊 你觉得李强跟习近平之间 会强势吗 这里面就不然简单的 这个比较说谁强势 谁弱势的问题啊 我们讲这个在习近平 这样一个第三任期 这个权力更加稳固 而且李强是他在亲信的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 我记这个 在前几个这个 这个节目中 我提出一个看法 有可能了 这个习近平反而就是 因为他对李强放心嘛 再加上中国经济 目前的这种状况 反而有可能就是说 会受以李强更大的 处理这个经济的权利 假如说我们讲这个李强 确实是 就是说不像外界这个令人的那样 他的经济怎么不熟悉啊 或者这个这个不善意处理 经济物理等等啊 就不像外界全是这么一样的话了 那么他反而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目前的建议状况 我对你很放心了 既然放心嘛 那就是你已经全权就把经济就搞定嘛 所以讲这样的话呢 反而是有一个比较就是说 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李强去行使的 我台元呢就是讲过 我台元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 习近平会怎样主张一个 他的经济团队啊 那里面其中有一个很观察的几个 我当时当然当时是认为这个 汪洋是接论总理的 可能是在那种情况下啊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汪洋接论总理 如果在这个习近平带把这个中央新改委的这个主任 这个职务这个让给汪洋 那么他这个这个职务本身 其实比汪洋接论总理 这样一个算外界释放的信号更正面 更积极 那么现在是李强做总理了 那么同样的界也是一个既得观他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习近平会不会把他的这个新改委的主任 让给李强来做 如果说是让给李强来做 虽然是李强是亲身 但是我觉得这个信号 同样也是也是很积极的一个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既得观他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假如说他习近平还 就是不把这个职务让给李强 那么就是说 因为总理是新改委的副主任 这个现在李克强也是新改委的副主任 那么他加一个 这个就是在这个新改委里面 李强就是说习近平可以说 我不把这个职务给你 但是就是新改委以后这个具体的工作 还是由你李强来负责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毛泽医生也是把给他赋予了 比李克强更大的权力 因为对李克强来讲 李跟习是平备 李跟习是平备 而且两个人的理念又不一样 比外界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吵得那么好 是什么习下旅上 我想我内门这个习下旅上的这个权言 是会到他习近平的耳朵里 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对李克强更加猜忌 虽然他内门李克强不大可能挑战他的权力 但是人马肯定是有一次私生会猜忌的 会妒忌的 但是对李强的话 李强是后辈 是他的晚辈 又是他的亲生 所以他对李强的使用会比对习近平的 对李克强的使用来是放心的多 在这种放心的情况下 就会 就是上帝来会让他更大的权力赋予他 印度就是说 对于李强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是比李克强 能够更加 就是说他受到习近平的这个撤准方面 可能会更少受到撤准 印度来的对李强来说 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的形势 也到了就必须要好好的去解决去应对的地步 印度了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可能也面临就这一点 他的主要的这个 这个习的主要的关注点 还可能就是在外交 在这个其他的方面 不大就是说 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这样一个经济下 最近那个西方观察家一直在批评 这次正是常委 七位里面没有中央的这个经历 然后也没有 也很多人 很多人大部分都不懂 鲜少懂经济 李强也是其中之一 你同不同意刚才郁文的看法 反而说不定因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习近平赋予他更多的经济权力 对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郁文的看法 因为呢这个李强和李克强对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呢 是一个呢是竞争者 不管他们是不是他的反对力量啊 他至少呢他们俩是平辈另外的竞争关系 这是一 但是呢李强呢跟习近平的就不一样了 他是习近平的大秘书 对吧 在浙江的时候 然后呢他跟习近平呢一直是他的铁杆 所以呢习近平也对他的那个信任啊 那跟对李克强的信任是完全不一样 他会认为李强做任何事情呢都是为了他做 那李克强做任何事情呢 习近平绝对不会想着是为了他做 所以这一点呢是很大的区别 所以呢在具体的操作当中啊 这个李强做如果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 有一些比如说 改变动态清零政策啊 比如说 那那个时候他要提出来 这个东西从他嘴里提出来 和从李克强嘴里提出来 那习近平的这个内心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啊 我是完全同意这个伊文的这个看法 但是呢这个其他地方呢 我倒不觉得啊 因为不是说不同意他 我倒有些我自己的观察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李强啊 你看李强呢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官员的这种 这种刑事方式 因为在中国过去的这个地方官员啊 他一般呢要追求什么呀 追求一个是这个GDP 他呢经济上要亮眼 然后呢有政绩 所以呢经济上亮眼 一般如果有政绩的时候 那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GDP杀 或者呢盖一些房子啊 或者修地铁啊 像这些呢留下这种形象工程 这个呢是一般地方政府愿意做的 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啊 李强做的很棒 据说李强做的很棒 而且他的行动力很强据说 所以呢他在这个 在具体操作的问题上啊 确实是能够有比较强的这种 这种行动力 而且呢他呢如果要听进去了 他有可能呢会胆子比较大 因为他就是他还有他自己的判断 过去看到的 你像那个 这个在上海的4月1号之前 就是动态清零来之前 李强那时候在尝试 在尝试据说呢是 他听了激发的专家的这个看法 然后认为呢这个 这个Omcron呢 这个往前再走的话呢 可能已经是堵不住了 那这种情况就要采取 西方都已经采取了 与病毒共处的这种办法 所以我们也要试一试 所以他就开始 他觉得那个时候 大家其实是百合蒸馏 都在争谁能够上去 所以他胆子比较大 他说那我就在上海来试吧 如果要试成了呢 那当然没想到没试成 但是没试成 他这总理还当上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就是从这个角度你看啊 这个李强呢 他呢行动力还是蛮强的 但是呢他到了中央了以后 是不是还能够用地方政府官员 的这种形式方式去做事 这件事呢就是要挂了一个问号 因为到了中央 作为这个总理的这个角度呢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发政策 他有政策上的选择 政策上的决定 然后政策上的创新 而且要适用于全国 这一点就不一样了 就要挂问号 所以呢这个李强呢 能不能有这种 政策上的管理能力 这个呢目前来说呢 没有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他真正对于从他的学识 他的这个眼光 这些呢我们在过去的观察当中都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观察呢 中国的经济 从经济这个本身来说 这个李强的这个未来 他住是谁 不知道 到目前来说 那我们看到的 我们知道就是何立峰肯定是要上海 要接替这个 接替刘鹤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 政治局这个政治局常委当中 是不是还有人 然后作为这个常务副总理 这个现在呢 也没有 没有任何的公布 但是呢 我们就从何立峰的这个角度来说 何立峰呢 这个我跟君涛不一样啊 他多少次他说 我但是呢 我我看了这个何立峰的 这个过去的这个简历 然后和他的这个政绩 我实际上呢一直很是认为呢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 这种推动者 另外一个呢 他呢是这个 在你比如在天津 他天津所做的 他要做这个东方的曼哈顿 然后呢 使得天津的GDP 一下上了16%当年 但是呢 给天津留下了巨大的债务 然后现在呢 这个东方曼哈顿呢 全是空的闲置的房子 那些房子呢 都盖在那个地方了 对经济的发展呢 其实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但是呢 背负了巨大的债务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子 这就是何立峰在这中道 然后呢 何立峰呢 现在呢 在到了中央来了以后 他在这个发改委所做的 和后续 据说他后续要采取的这个办法呢 实际上呢 他要加大这个房地产开发 然后呢 要给这个房地产 要把原来的三条红线要拿掉 原来的去 三去一步都要进行调整 然后呢 要追求这个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而不是呢 要解决这个质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这个角度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 我认为呢 在未来的中国的这个 至少这一届 这五年 应该说呢 他的经济上呢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这个作用 很可能 最后就是向左转 向左转 对 而他们两个呢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所以他们提出来的任何东西 习近平至少会 从就是正面的去考虑问题 而不是从父母 所以这一点 对 这一点呢 会有变化 会有不同 所以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 当然结果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结果呢 就是因为呢 他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估计啊 最后呢 都还是要听到 这个老大的声音 老大会支持 但是老大要最后 还是要做决策 那这个时候 在这个整个的决策班子里 很少能够出来 这个不同意见 而我们知道 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 尤其是这个 在中国经济出现了 这么多的问题的情况 积累了 改革开放 积累了40年的问题的情况下 如何走出困境 解决这些问题 那那个时候 如果走歪了 那很有可能 就是要花更大的力气 来做这个假生犯 所以这是我的 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担心 那么你又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李强跟李克强 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就他的背景 出身的这个 这个学经历来讲了 或者是叫从政的经验了 还有目前处理事情的方法 然后最主要是跟组织的关系 你又怎么看待 他们两个不同的 我觉得李克强也不用讲了 已经看了10年了对吧 能做什么 我他上来先提了个全民创业 那全民创业没钱吗 就是因为都中小 就是微小企业 所以紧跟着来这个配套 就全民借贷 就搞P2P 一地计谋 到现在受不了场 就他做经济 为什么再可以说的 他后来那些举动 使人有个误解 好像习下里上了 其实也就是求个平安遭路 因为他作为一个总理 经济好了 他手工 经济不好 他也是第一个负责的 那至于李强呢 现在能不能知道并不多 只能从他以前的一些轨迹 你比如说像那个库恩 曾经写过 他改变了中国 就是江泽民的那个 他就说他和李强是多次 有过私下的谈话 说他非常重视呢 就是民营经济 而且就跟李强共事过的一些人 也说他是对 就他是一直在浙江 瑞安人 就是 是非常喜欢就是搞一些 别人不敢搞的东西 包括在这一次 所谓的清零 讲的那么厉害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主张共存的 他和那个张文宏呢 实际上同乡也是朋友 张文宏之所以在上海 曾经有很大的方言权 几乎就是走了 如果上海当时不失控的话 可能就朝那个方向走了 至于说他的工作能力呢 现在能看到的 就是他入走上海以来 他是17年的上海 那么上海应该是中国的 最大的一个经济区吧 他去的时候呢 上海的GDP呢 是不到3万亿 这5年呢 他爬了两个楼梯 现在是过了3万亿 或者过了4万亿 就作为一个经济 已经相对很发达的地区 还能在那个基础上 有这样的 应该说他的经济 就是搞经济能力是不错的 所以说他和习的关系 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班子里 是最好的关系 就这种关系呢 应该有利于 就是习对他的信任 和他自己发挥他的能力吧 不必再顾及习的一些看法 就他有时候也感觉是 习不同意的东西 就 或者说呢 按照一个人评论吧 他比较善于捕捉习 你自己都没有定下来的 一些想法 嗯 应该说是个不错的一个人选 作为总理 军道路 按照刚才几位提到了 那这样南北运 大概比较没有纷争 不过如果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 赋予这个李强更多的经济权力了 但是李强如果经济搞不好 或其他事情搞不好 你觉得习近平会怎么处理它 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 那个李克强和李强的区别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区别 就说 因为说李强以前的呢 我就弄得瞎扯嘛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就现在所有这些人 在习近平的专制下 都一个站队问题 当然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跟习近平 但是我在上面讲了 习近平的圈子和非习势力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没有现在已经没有一个 成派别成组的 这种反习势力的存在 但是确实有很多非习势力 是多数人 他是习要清习的 他未必是反习 只是习要清习 还有习圈子 有的人想跟习战队 但是习不一定接触 你不是我圈子里的人 我不信任你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实际上李强过去 因为他们是习圈子里的人 他们过去怎么样 直江新军的 他们都是来自改革 改革的地方 都是在邓小平时期 对吧 他开始这个 从进入仕途的 那么进入仕途之后 他们也都是在他们的 各个地方领导下 他们见证了邓小平 带来的这种繁荣和昌盛 同时呢 他也看到习近平这十年 他们在主政地方 就做直江新军 被习民为以重任的时候 看到这些什么 从动态清凌到经济上 民企中到坍塌似的 他们全看到了 对他们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说 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而是说 既然他进了习圈子 习又是个独裁者 就是他就必须得跟着习走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们就是习 就是习跟李克强的区别 是什么 其实李克强跟李克强 就是邓小平和习的区别 那简单的说 我老觉得其实大家 我就包括横行安提到 我让他看横行安提到 大家都没有看到一条 就是说实际上呢 习不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 习想搞独裁 搞专制上来之后 他是想对中国建议 一条大刀刻骨的改造 我在这个上个星期呢 就是新唐人采访我关于习的政治 就是这个他的这种政治清洗啊 或者大清洗会跟邓小平时期 或者以前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我说呢 共产党的大清洗有两类 一类呢就是刚上台的这些共产党人 他们有一套关于建国的理念 他们要通 实际上他们很多的清洗对象多数啊 是社会改造和经济改造的这种清洗 这种清洗很多人很无辜 他根本没有反对共产党 只是因为不符合共产党执政理念 就被清洗了 还有一类人呢 就属于是挑战了共产党权威 这种人在共产党上上升 其中人并不多 那么邓小平时期呢 和和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呢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社会改造之外 就是维持这个政权存在 而且采取务实的时候呢 他们只对政权的挑战者进行 维稳式的这种控制和清洗 并没有 而相反呢 给社会呢 放开一定的空间 所以习现在不一样 习现在是带着一个 改造社会的一个愿景来的 所以我让这个横平看 就是和鲁晓夫那个家伙 他在发盖委内提出了一个愿景 按照这个愿景 中国现在企业不合格 用一句话说 习现在的新格局是什么 是创新驱动的 高质量的发展 按照他的这个标准 中国现在的企业不行 产业结构不行 在这个地方 所以包括什么城乡关系 因为他现在关于习的 那个新时期的新年 他概括五条 其中有三条 都是要对中国大刀阔夫的改革 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那好了 什么影星啊 什么歌星啊 这些乱发都要被弄了 二这个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叫这个环境 就是人与自然的发展 那环保风暴就起来了 中国当时很多的民企就是因为这个环保风暴 对吧 还有什么拆违装建筑就把这些企业都给搞掉了 这些微这小微企业是扛不住这个东西的 三呢就是他要强调一个共同富裕 那么有这个三次分配啊 还有二次分配可能要加强 所以习在这方面呢 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呢 其实这些入居人都要跟着他 这些人是跟李克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李克强当然你看他的国务院那个放管服 还是继续沿袭邓小平那个东西 国务院要放权 而习要政治瓜塞 党要领导一切 那不是说国务院不要领导 党都要领导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李强呢 其实他就得跟着习在这几条 因为这是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 总结出来的这个百年成就历史 以后要管一百年的东西 李强必须要跟着这个走 那这一个 那好了 李强假如说确定了李强 就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附庸 一个臣子 一个奴才是的话 就是我们讲奴才实际上是有地位的啊 像我们汉人在满人那都称奴才都不行的 但是满人自己才能够对皇帝面称奴才 如果像李强现在进了圈子 成了习奴才的话 那么他能做什么 那我觉得有四个模式可以做 就是我们就看共产党曾经有过的 那第一个模式呢 就是这个愚中 愚中模式 这种愚中模式呢 习近平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估计李强不是这种人 就是刚才盛平也讲 李强其实有想法的 而且他的想法 还有很鲜明的个人特色 他有一定的个性 他有一定的政绩 就是说从他让他自己来做事来说 他不见得完全认东西 那就后面还有三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呢 就是第二种忠诚的模式 这是刘弥彦先生那篇报告文也写的说 那么你习的想法 听出来之后 我是你的忠臣 正因为我忠于你 我不愿你栽跟头 我知道你一定要碰壁 所以我才需要给你冒死 需要建言 然后呢 希望能够你能接纳我的看法 那就看习当然是不是个明军了 要是个明军呢 就像刚才恒星啊 他们讲到说 也许会听他的 因为你是我的人 我对你信任 那我觉得习不是这种人 而且习让何立峰搞那套东西呢 也不会跟李强那个东西 因为这次这个疫情出来之后呢 后来你看上海的80%的企业 还是小微企业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周恩来的模式 周恩来模式跟毛泽东模式什么呢 你说呢 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但是我经常打着红旗反红旗 经常在你提出来这个东西呢 我会另搞一套 在落实的时候呢 尽量的接地气 你那个东西是不接地气的 当然他做的很苦 最后一种模式呢 我觉得就是毛泽东批评的 赫如小布模式 这种人我很怀疑共产党的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睡在习身边 然后把习呢天天当爸爸 就是后来毛泽东 还有一些人批评林彪的这种 我们现在都知道林彪不是毛皮这种人 说你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 什么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以后呢 等你习死了之后 然后我再出来变天 他做这种人 那你想会不会有出来变天 也许 因为刚才盛平也说了 从他的离贯这种 政绩的考核来看的话 这个人跟习不是一类人 在治国理念不是一类人 而且他也不是不明白中国问题 的这些要害所在 他也不是不知道执政的惊要 所以呢 你提在说 我忠于你 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但是你死之后呢 我就用我在你那获得这种信誉 以及获得的地位 我来做一些呢 违背你的事情 就把你再扭转过来 就像当年邓小平 对毛泽东做过的 和鲁角部对大林做的 所以这四种模式 我觉得只能说 至于说呢 他如果不按习的做法 去做习怎么修理他呢 那只有那种于衷模式 才有个习修理他 后面三种 就第一种模式 就前面两种吧 一个第二种 这两种呢 会有个习修理他的问题 第二种模式 才有习修理 如果第一种模式 不存在习修理 只有习什么时候 把它做替罪羊的问题 比如你听我说错了之后 到时候呢 就跟那个人那个谁 这个王立写一个回忆 突然有一次 不知道写了什么文章 后来陈伯达就回来说 哎呀不行 说我们犯错误 我们犯错误了 王立很奇怪 说我们犯什么错误 我们说是毛泽东西的话 说毛泽东西不会犯错误 我们会犯错误 王立不明白 后来到后来 他被整才明白 哦 你是做老毛的替罪羊 老毛是这个老毛不能错 但是老毛不能错的时候 你说老毛的话 那就你替老毛承担责任 所以呢 在这个愚中情况 我前两种后两种情况呢 他就可以自保 无论是中文类模式 还是这个 所谓的被批的林彪模式 他都可以自保 恒金对军头的观察 有话要说了 恒金 我就想补充一点啊 因为刚才呢 经常提到了习近平的 那个愿景 或者是何立峰的 在发改委上的那个愿景 其实呢 这一点呢 我确实我看了一个 不予然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过去呢 习近平十年的执政当中啊 他的这个 他呢有很多的愿景 有很多的这个宏伟蓝图啊 但是那个东西呢 都不接地气 或者呢 就是太阶 太阶比气 不可能操作 很多东西 所以之所以呢 他在执政的十年当中呢 把很多事情都打烂了 实际上就是 异想天开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简单的说呢 就是2014年的时候 2014年 在这个之前 他从2012年到2014年 他原来真的想把 这个经济搞起来啊 那时候要解决的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驱杠杆的问题 大量的债务 从企业到政治 各方面的债务 当时呢 他们想的招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联手的时期 他们两个关系 那个时候呢 在解决经济问题上 他们俩的基本关系是一样的 这个观点一样的 当时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股市做了 因为他们认为呢 这个中国的企业呢 这个低估了 那怎么办呢 我做大股市 做大股市了以后呢 就使得全民来买股 全民买股 全民本身的中国老百姓 当时有300到400万亿的 这个储蓄 在那个地方放着 把它都拿出来 投到股市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债务呢 也就解决了 当然把这股价弄起来了 然后企业有了钱 就去解决财务问题 那这样的话 就一个正向循环 所有的老百姓呢 都从投资当中呢 拿低位的 拿这个红利 这样的话呢 这个社会呢 这个消费也好了 经济运行的 这个任务华也好了 所以说他们俩干的是什么呢 他们俩就一块来互价 对吧 所以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特清楚 2015年的4月份的时候 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去 那个时候呢 看到那个股市高涨 我当时就觉得 我都觉得害怕 我都觉得害怕 当时5000多点 最高的时候 打到了6000点 6000多点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我当时看得很害怕 当时那个 中国的有关部门 都说李先生怎么看 我说诡异 我说诡异 他说为什么你会这么看 对吧 我说因为什么 任何一次 美国这边的经济危机 出来之前 美国的总统和 和联储主席啊 包括这个财政部长 这些影响美国经济的人呢 都会出来打泡沫 都会讲 现在泡沫太大 非常危险 投资要谨慎 一定要想 要讲这个问题 我说你看 我现在我当时买报纸 看新闻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总理在讲 说现在叫 这个叫跑步入场 大家那个去买股票 都是跑步入场 哎 这总书记在讲 讲什么呢 讲的是说 现在的这个上证指数是五千多点 会达到一万点 所以你就想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 他目标非常明确啊 就是刚才那个模式 你说这模式好不好 如果能实现真的好啊 对吧 大家一块呢 说就把那个存款 存款的巨大压力全都化解了 存款全投到股市上去了 然后呢 经济发展了 他们又分红了 投资者得利 企业呢 都活了 把债务也洗干净了 然后呢 各方面都有了钱了 消费也就上去了 投资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良性循环 好不好 真是这样吗 现实情况都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说呢 现在看 真正要解决问题的 靠的是什么 不是靠你有一个 伟大的一个愿景 靠的是什么 你要尊重规律 那就是什么是规律啊 就是供需关系 就是看不见 这一点才是核心 我就找着 一文你先讲完 再换俊涛讲 一文 那个这个 我普通一下 刚才俊涛都说 核雷锋的几个模式 他也里面谈到说 这个核雷锋有可能 就是说 这个会 最后 因为习近平死了 他伯罗夫被伴 这种模式 我觉得这种模式 是不成态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年龄都差不多 就是双谈不是太大 和你现在这个条件 我觉得这习近平不大可能 就是很早就死了 所以讲 那么实际下来 也就是在其他的三角模式之间 这个选择一准了 你是他的寓意 好 来 对 我只说模式 我不是李强 就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有病 我不是 我上次也讲过 我问过中央电视台 为什么不给习近平拖点力度 没有什么不习上理下说法了 那他就说 给习近平的镜头时间长一些 就要出错误 而且他们也不想犯错 因为习要习要不然念错字 要不然就 因为中央电视台 有个人他的身体 他们肯定不想 不愿意让习近平成心的出错 但是有他们也听不出来习就错了 然后呢 还有说习比如走路的时候 他经常走几步就看地 人就会说他身体不好 说他站不稳 还有呢 说他这个 有一次不是给他一个镜头 玩了西方的一大堆人 就开始给他 有算命的算命 看相的看相 还有人说他有什么 这个绝症 那个绝症从里头 所以他说这个镜头多了 容易犯错误 所以就经常 他给他霸评 给他声音 给他一些什么报道 但是就是不能多给他镜头 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那么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身体 如果不好的话 那当然我们说李强啊 不是何立峰 何立峰的随属是大 但是李强好像还年轻一点吧 他应该60后是吧 所以说他呢 我是说他 我们来讲这李强和习近平 将来什么关系 这一个 关于恒青说法 我可没说何立峰那个好 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就认为习一定会一败涂地 二十世纪 我在那反复讲过 二十世纪有许多像习这样的人 带着宏大的 追红的这个改造社会的愿景 登台 因为他觉得这个愿景啊 一般人不接受 所以建立独裁体 非常残酷的推行的愿景 希特勒如此 大林如此 毛泽东如此 那么 结果二世纪后期之间都一败独立 败的原因就是两条 一不接 实际上就是不接地气 不接地两条 一是不通人性 你看习对共产党的干部假定 对共产党员的假定 对这些一般的老百姓的假定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家要11年烟火的 对吧 这个 那农民公司要进城 他没有地儿去巴卸 你要给这个巴卸的地方 要不然他会出事会得病的 在习的那个地方 以为好像习选就都没事了 就接受他的思想教育就没事了 这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不接地气 第二就是不符合社会经济规律 这就是刚才这个恒青说的 我也说了 我说最后呢 二世纪为什么这些人都留一个很坏的名声 因为什么呢 你失败之后 没人想你当时想干什么 大家都在想你怎么干的 就你那个用暴力的方式 非常残酷的方式推行你的 那个都造成一地鸡毛满目疮痍 人看到着这个 最后那些人给历史留下来的呢 全是一个特别烂的 特别坏的名量 其实在当时啊 那个他个国家人民 也有很多不是像习现在啊 当年呢 也有很多人呢 被他的伟大理想所鼓动 年轻人上街呀 去执行了他们那些路线 很多人也不是他亲手杀的 也是那些年轻人 受他的伟大理想感召 但到最后这些年轻人反思后 谁也不去说 他当时想干什么 都说的是这个家伙 当时把我们给骗了 让我们去杀人 那放火呀 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从李强跟你各想的不同 谈到习近平的健康 习近平的还想做第十任 我感觉不是第三任 OK 这个谈完李强跟李克强 未来几年 观察一下 看看李强跟习近平的关系 到底跟另外一个习近平关系 有多大的不同 接下来谈谈颜林吧 颜林这位很年轻 45岁中国知名的这个结构生物专家 清华大学 这边是恒青的这个学妹 在伯林森拿了博士 这个又是这个盛平的学妹 所以这个怎么看待 严林现在决定 这个清华任教 十年完之后跑到伯林森 当科作教授 又任职了五年 终身教授不要了 现在又回到深圳 准备主持一个医学科学研究院的院长 声明怎么样看待 严林这样的一下 从清华到伯林森 伯林森现在要回大陆 不选择其他地方选择深圳 他到底严林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让大家有些什么样的观察 或者传达什么讯息 尤其现在在中美之间 因为科技卡脖子的问题 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现象 有点像谷埃林 就是有人称他是 就生化版的一个谷埃林 但他呢45岁到Princene来呢 就是五年吧 17年来的 就实际上这几年 他从事的这一行呢 有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他搞的那种方式 已经淘汰了 所以说就自从那个DeepMind的公司出现以后呢 他们用大数据的方式 以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分析这 蛋白智能的组成 年龄呢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 所以他拿到的那个Grant非常少 19年他只拿到一个 大概是40多万吧 20年呢拿了三个 是70万左右 就是去年也是两个也是70万 就这个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科学家来说 他要组成一个实验室 他带博士生 博士后是非常少的Grant 就是很难在这么一个学校里面 就开展工作或者说 待下去当然没有问题吧 他有Tenure 就是你一个博士后 一年你大概没有10万块钱 从他的工资待遇 包括他的 就是实验这些东西 他也就是最多就是带三五个博士后的 而到了中国人的整个给他一个学院 就是这边的可能不止百倍吧 所以从他个人的选择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至于说现在中美之间 绕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看到的就有一种说法 说现在大量人都认出来了 比如说冯小刚啊 比如说张艺谋啊 比如说谁是谁 当然冯小刚自己也有个辟谣 这个就不说了 反正他人现在还在美国 那反过来的 我们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 就说什么呢 就是最近有大量的科学家 很严厉这样的就回去了 就你去世界日报也好 去那个Prinston 有个叫谢宇教授的 写的一东西就是因为美国这些年 对千人计划的打压 就是使得有很多多少呢 就我们看到的说是1400人 在美国大学里面或者是一些 科研机构或者就是公司里面 我对这两个数都是表示非常怀疑 中国大量的人认出来 没有那么大量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我的同学 一些朋友出来以后呢 也就绕一圈又回去了 因为他发财的机会还在中国 就他们的投资资本也还在中国 其他的呢 有点像往北楼的方式 就住在设计饭店 眼睛呢还是往北看着 就那边一旦有机会都会回去 没有认出来那么多 反过来一样 说回去的有1400名 我非常怀疑这个数字 至少我仔细看了谢宇教授的那个 那个研究报告里面没有提到1400 但很多其他的媒体呢 就好像就从他那引述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千人计划一共也就几千人吧 虽然说是千人计划 但是各个层次算大约有五六千人 如果按照现在说法 三个月之间从21年12月到22年的3月份 就回去了1400个 这种在美国工程名就的 科学家也好教授也好 那名字在哪呢 好像出了个延龄 我还没看到第二个名字 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这个数字 双方反正就 都有一点在夸大事实 但是考虑到呢 大陆每年要出来三十几万人 那三十几万人 你这样的时间序列排 前面出来的也该排到在美国公司里面 要申请绿卡了 或者大学里面申请Tenner了 也到了那个时候 没拿到 回去了 那算一算1400还不止呢 应该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基本上我可以确定 不存在1400个 顶级的科学人才或者技术人才回国的故事 也不存在的就大量的人认出来的故事 你认为大概是媒体在这边揣测 双方都在那儿就是夸大 但是你说完全没有根据也有 因为三十几万人每年出来 回去1400人那是太正常了 就是从刘学生的那个 来回来讲出我们那个时代出来的 80年代是7比1 就出来7个人回去一个人 现在呢基本上是1比1 就我看的最新的数据是1.1比1 就出来110个人回去100个人 就这个是变化 但是你说顶级科学家回去了这么多 我不相信 你说国内的那些跑出来这么多 我看了一个说法 说中国亿万富翁已经72的都完成了移民了 千万富翁有多少多少真的准备移民 那个也是规策 首先就没有人不可能做出那样的统计 中国有钱人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他有钱 还有零有整的72% 除了日本跟韩国之外 台湾其实早期很多留学美国的这些科技专家 包括张忠谋 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 纷纷的回到台湾来 对台湾那时候在发展经贸跟科技发展的时候 是注入很多的火水跟这个动力 恒星你怎么样看待了 这个严林是你上清华的小学妹了 你怎么看待他 他现在决定又一下子跑出来 一下子就要回去 当然刚才这个盛名提到他个人的选择 对他个人而已应该是好事 你怎么看 对 因为正常你说的 这是我的应该算是个小学妹 Personal我不认识他 但是他的导师 这个我们是同学 就是一下子 就是严林的导师是那个 什么一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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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西湖大学做校长的 原来我们清华的副校长 十一工 十一工 对对对 十一工是我同学 我们都是85级的 当时我们都是理学院的 我那时候是化学系的学员会主席 他是生物系的学员会主席 然后呢 严林的这个学生啊 他的学生呢 现在是我太太的助手 所以呢 就是对他来说呢 我就是我第一呢 这个是学妹嘛 所以我不应该妄加评论 就是也不应该揣测 只是咱们把这个事呢 做一个现象 首先呢 这个严林呢 肯定是很聪明的 学业呢 都非常优秀 事业呢 非常有成就 确实是知名的这个学者 所以呢 他现在是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这些呢 这个光环呢 也不是随便就能拿到的 是很难得到的 但是呢 我 我觉得啊 这回呢 他这回回去呢 弄的呢 现在轩然大波 我觉得其实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道理 我觉得作为 刚才呢 盛明先生提到的那个讲法呢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在哪呢 那实际上就是哪有投资啊 我就得奔哪去 对吧 我哪有投资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呢 这个延宁呢 他呢 回到这个深圳去了以后 他就马上 专门为他去组建了这个生物科学院 这个医学院吧 还叫生物科学院 医学科学院 对 他组建这个东西 然后他是创始的这个院长 他可以自己搭班子 他可以自己搭班子 在那个地方呢 然后去招募很多的这个 就是优秀的这些人才 是吧 至少他有这个设想 而在这之前哈 延宁呢 就是不管怎么说啊 他说他在清华做也好 他在这个 包括又回到普林斯顿 那时候提到延宁的时候 大家首先想到的 不是延宁 是想到的是十一宫 所以呢 这个延宁呢 一直有这个心结哈 就是就跟咱们那个 在山上练武功 练的学成了 一定要下山去闯荡一圈 但实际上他已经闯荡了好多年了 但是一直也没有完全 就是抛开这个十一宫的这个影子 所以呢 这回呢 据说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当然了 刚才这个盛林先生提到了 他这个方定在美国这边呢 也是得不到那么多的方定 来支持他的事业 所以呢 他回去啊 我个人认为没毛病 如果换成我啊 那我早就回去了 不用等到今天 对吧 但是咱们只是没机会 对吧 我说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啊 现在呢有一些评论 老说呢 说这个就是 这个您看到啊 说这个官媒都在说 说这个掀起了这个二十大后 这个可能掀起二十大后 海外科学家的回国潮 我这纯粹是说的梦话 现在不是回国潮 现在真的大趋势应该就是论 现在呢我们大家所了解的 我们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同学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 有机会的话 现在大家都想论 为什么 投资环境不好嘛 正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 所以才会想论 否则的话 投资环境那么好 像刚刚盛林先生也说 我刚刚说现在这个赚钱的机会 还在中国 嗯 我其实是话很大的问号 而且呢 这两天啊 我们因为就是从开二十大前后啊 这个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啊 一块呢就会聊天 就是跟国内的朋友啊聊天 听听他们的想法 现在呢 这个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生物学界的啊 生物学界的一些企业 上市公司 然后呢一些实验室 一些著名的专家 他们前一段时间 在上海开会的时候 还在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 过去是不考虑的 现在要考虑了 也就好几个 其中好几个都是原来的 这个千人计划回去 现在要考虑了 如果境外还有机会 说那包括说教职的机会 去教书的机会都要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 实际上呢 这个延宁呢 是一个特别 因为呢 确实他应该是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呢 应该是拿到了很大的 这个财政的支持 所以呢 他会追 追着这个机会走了 但同时呢 这个是不是中国的趋势呢 也不是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呢 财政这块的投资啊 会越来越行 包括这个private这个 就是私有的这个 或者叫做私募基金 这一块的投资 私人的基金这样的投资 都在萎缩 巨大的这个萎缩的速度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走法 它是因为已经拿到了 那OK 如果没拿到 那可能就是划币 而且今天我刚刚看到的 那个消息说 现在这个 这个深圳的这个财政 现在已经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了 嗯 因为在过去呢 深圳一直是这个 北上广深 这个一线城市 它一直是靠这个房地产 不是靠房地产 房地产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财政来源 那你想 做这个 这个医学院 这样的大量的投资 肯定是需要财政的支持 在深圳 可能有深圳地方的 有广东省的 也有中央的 那你想 这一块呢 都出现了问题 都出现了缺口 所以呢 我不认为呢 这个是可能的趋势 趋势 大的趋势就是这个 所以当然 祝他 祝延宁呢 这个事业呢 还是能够成功 嗯 金长你怎么看呢 他们两个认为 延宁是个特例 不存在所谓的海规 大规模的规御返乡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因为留学国外之后 还是觉得国外比较自由吗 我先接着这个 这个恒行最后一个 你说深圳呢 今天拿补贴了 其实这个事儿啊 中国的事儿有很多猫腻 就是比如说 深圳其实呢 这些年 比如说国家 不补贴也不是 就是因为深圳在那里 有几千家上万家的 这些企业啊 就是包括这个 我们说的驱动创新的 这些企业在那个地方 国家给这些项目的资助 他们要交税的时候 好多的就是要 在交税 其实都是个拐着弯 等于给深圳的一个补贴 但是呢 这些年不是就是在 为了救急吗 那救经济时候呢 现在李克强要求这个 缓交税 什么还有什么减免税 这些东西搞他这些地方 政府一件收入就没了 就是这些都是国家 拐着弯给的补贴就没了 所以他深圳就得 要直接补贴就要增加 那回过头来说这情况呢 我觉得呢 刚才圣平和恒行都讲了一条 其实就没直接讲 就说现在严宁的事儿是政治炒作 你说这里有没有政治呢 我还真的没法判断 他有没有政治 但是这个确实是个个人选择问题 这个个人选择 我觉得呢 我自己想想说 原因怎么选择咱不知道 因为这样也不能妄加 说高了吧 我觉得也不合适 说低了呢 对别人进行诽谤也不合适 毕竟这也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应该指他的成就 在科学上成员 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 因为他是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真的很国家跟我们这个时代 还不是完全相关的 但是在六种情 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六种情况吧 现在这个人可能要离开美国到中美 第一种情况就是 咱们假正中国 中国和美国交还没有交恶的时候 我也一定要区别 中美交恶和这个没交恶 就中美还合作的时候 这是不同的 严宁的回国呢 我觉得咱们先看看说 如果中美没有交恶的时候 这个还在交好的时候呢 如果他回国有三个情况 这个在交恶也有可能会发生 跟交恶交好没关系 一呢他爱国 这真的像那个 其实爱国这个东西 对科学家来说 讲什么爱国的 我觉得十个有八个 也是很弧度的爱国 就那种就是什么思乡啊等等 这个呢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事情 值得鼓励人 因为在中美没有交恶 你爱国你也可以在美国待着 那你继续为你的国家去 比如一年像我有同学 是四个 美国四个这个科学院的院士 就是他还分嘛 对了他四个院士 他也经每年回国去讲学 第二呢是个人机会 盛宏讲了 他无非就是中国提供的机会更好 恒卿也讲 你出于这个无可厚非 当时要是给他的话 他早就回去了 他还能抱怨严宁怎么那么蠢 怎么那么现在才想回去 第三呢就是恒卿提出来 个人的纯个人的原因 那当然他讲了一个 类似于报仇似的 他因为有失忆工啊 在那地方 当时压他一样回去呢 耀武扬威一下 就是你看没有失忆工压住 那还能还有人出于爱情 对吧 这个还有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还有人比如父母 一定让他回去 那这个还有什么 反正这种纯个人的原因 跟科学也没关 跟政治也没关 反正中美在没有交坏的时候 没有交坏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呢 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 现在是呢 美国在川普总统后期 司法部和FBI 开始要对 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进行严格审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了 就说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他对美国这个政策不满意 就是像有的中国大次宣传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 要单从政治原因上来 如果他当初选择了美国 他在这个没有去回到中国去 说明他还是相对喜欢美国 他对美国是 因为来自中国的很多的科学家 都有个感觉 如果在中国 我就没法做到这种贡献 为什么 老子压着你 你像这个我们 我也在原子人研究院待 我老子 那时候我们 我们大学刚分辨 像原子研究助理研究员以上 就后来都是复研以上 高级中也有两千多人 那年轻人去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拿到 原子人研究是非常花钱的 一个个题一年没有几十万的话 你搞不了一个课题研究 就上一次加速器你要多少钱 就算 所以说这些呢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出于政治上的 就关于国家制度的原因 十个年轻科学家有七个 我觉得至少有七个 会觉得美国更好 中国其实这个制度并不好 他拿不到方定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 给他合适的人 以他做科学做到这一步的话 他不应该拿不到方定的 他已经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他不应该拿不到方定 那是因为就像盛平说的 那么这一个 第二个呢 他必须得站队 必须得站队的时候 他想来想去呢 如果中美有天真的要打仗了 要什么的话 他觉得可能还是要 跑到回到中国去 所以才这样 最后一个情况我觉得呢 这也是现在普遍的情况 比如像我有同学 就感到一些 就我认识呢 不是我同学我的校友吧 感到有些压力 为什么呢 中美好的时候 大家主张中美两国要合作关系 帮着中国发展 那时候美国都鼓励 现在不好了 你当初帮着发展呢 现在可能就被成为调查对象 你比如说我在想 严宁当时你在 你也拿了美国的 不管你拿 你有多少 刚才盛平讲到数量不多 你要拿了美国政府的方定 那就一个条件 就是你对中国的合作 就是很有限的 而且你要向美国政府透明 我也知道很多的科学家 当时他填表没填寿 也不是他不知道 觉得这个东西麻烦 只要你中美两国没有交易 根本不是个问题 就像李文和社 李文和被审查其中一点就是 他把那个优盘拿回家去了 把这个科学家研究中 普遍存在 拿回家多干点活 主管也不什么坏事情 对吧 只要我相信你就不适应 问题是我不相信你了 这就是一个 可能就跟间谍罪挂上钩了 所以我觉得也可能 严宁也面临这种调查的时候 在那边就那么大一个 对吧 你给清华大学做那么多的研究 而如果在这个科学家看来 这个我知道 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 基本上都认为科学没有国界 只要是人类共同学 也能发展就行了 但是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政府 不一定这么看 他可能就会认为 你有没有资敌 而且他们会想 这件事会不会和将来未来的 中国其他的发展 什么发展会联系在一起 会形成对美国的这个 这个调查就会出来 这些出来 有时候也未必是 因为我跟这些人打过交道 调查 他们未必就真的认为 他主要想压一劲 你限制一劲 但这个东西一旦启动了 就很难说了 那个有些问题就是陪审团 怎么判的 还有一个最后的那个 司法部怎么去界定 调查人员可能不一定 有个什么想法 他只是想抑制这样的一个势头 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严宁就迫使他 因为他留在中国 他没有安全问题 中国不会调查他 如果在美国面临这个安全问题 至少对一个科学家来说 特别来自大陆 美国人应对官司 已经习惯了 来自中国人总觉得 这是一个羞辱 这是一个让他非常不舒服的病 甚至能够比如像前前年 有一个就搞量子的这个 什么那个人呢 就是被跳楼自杀 我觉得很大程度也不见得 人家真的要查出他什么事来 就是因为他可能 因为他这人比较钻牛角尖 碰到这个事 他心理上他受不了 他就走向一个绝路 所以我觉得呢 也可能严宁在面临的一些调查之后 他觉得呢 我最好就回去就算了 打得到回虎 我不想在这个应付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事情 因为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园林这个现象你怎么 你怎么解读 还有就是美国 好像我到目前我只看不到 有关于美国对园林 准备回中国发展的这种相关的一些报道 美国会生气吗 严宁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我们讲这个对他的这个选择 这个激哄的嘲笑的比较多 我们看到就是还这个 在这个大陆的自媒体上看到很多就是 毛巾上阶龄的短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阶段什么 什么这个这个三位学 我们对我来说是根本无法判断 严宁的这个程度是不是有那么大 很多人就说严宁就并没有取得 那么大的成就也当然也有的人 我这个上刚才讲到的 讲到的包括他那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一行的AI机器海大的突破 他面临就有可能那种无所可做的 如果没有成就的话 不可能当美国院士嘛 对不对 刚才很简直的 美国院士也不容易 对是啊就是说但是有 有时候是有所谓的以 行列人的这样一个身份来 来结年龄短 但是就是说对于我们 我们来讲对于我来讲 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知识 所以无法判断这个严宁的这个事情 他的科学情绪 但至少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讲的 人家记得是美国两院的这个外籍院士 就是就就就从这一点言 肯定是做出了做出了这个我们讲 对他这个行业来说是比较比较就是说 比较杰出了 对 能够记得他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群众吧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刚才主持人说美国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这样的报道 但是就是说但美国媒体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这个可能对美国媒体的一方面也是 是不是就是对这个新闻没有太大的关注 还是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再看 那说美国政府来看的话 当然因为这是属于科斯加工人这样一个决定 那如果盐林没有什么违法 违法的话美国就当然不可能就是就这个事 来来来来来来 一个这么一个说法等等 这个就是可以就是很经常的一个现象 大家关注的还就是说 目前这个一年这个盐林这个回国的袭击的问题 这如果讲盐林的这个 牙水迷路上去去年回来 估计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为 现在这么大的关注 大的可能还就是说一个潜台词 还是认为盐林是投机 大概是那是酸盐林的 我觉得大概是这么 所以这么一种事理 叫做他是一个投机的分子 那么盐林就是他有没有投机的情况 我们也有 外界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所有讲的都是一种猜测 真实的原因盐林没公布的话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回过的 当然就是说 从各个人的选择哪一个 科特加来讲 就是说不管是不是有祖国还是没祖国 绝对的 他如果觉得就是说 哪个地方能给我优好的待遇 我在哪个地方能做 比如讲做我觉得 他看来是能够起的沉重的话 他到哪个地方去 这都是非常经常的一个现象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盐林这个事了 关键就是他现在这个回国的袭击 他外界看来似乎有一些微妙 也是引致大家这样一个议论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还是至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也要感受就是那些酸言林的那些文章 为什么要感受他们呢 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把这个捷克生物学想象的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科学 对他不了解 但是从他们这样一个科普的文章来看 能明白这个就是说这个捷克生物学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本来看到有一篇文章讲的 这个盐林根他的这个导师的西弓 他里面就讲这个西弓啊 冲击量就是一个顶级的技术员 他不应该把自己打扮你顶级的科学家 是是是是是 那是否就是说西弓是否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 暂且先不论 但是他就对这个捷克生物学里面 那边文章还说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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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章良 就是说陈章良就是他多少年这个这个作家就是说 就是听了陈章良的误优 然后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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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这个东西 然后就学了这个东西 基本上没学到什么东西 那是那是还留的这个行业的这个 那是博数啊等等啊 基本上就是用他的话来说是混的很窄 比较早离开了的 他这个人是作家本身是开了几个公司 都获得不点私论啊 也就是说就就就就就说 就就就说从他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杭绿伦的揭秘来个就是所谓的 这里面确确实是是 事报被存在在他所说的这种情况 就是在外界来看呢 这更不了解的这种事情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这个吹得神不其神 我不说是这个西弓吹得神不其神啊 就是说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呢 可能也确实是有 也就是说记者从我多一个独家来看呢 也能够了解科学界的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些 一些情况吧啊 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 我说我也很感谢这个酸延您的这样的文章 君章是不是有要补充啊 君章补充 我要说两句 我我我我我就是觉得不是我就是觉得这个育儿提这个角度啊 我觉得呢这不能咱们为了咱们个人呢长点知识 就让严宁和十一公收到这样的一个损失 我觉得这点这个咱们还是应当这个厚道一点 在这点我不是说育儿不好 我育儿这个非常厚道人 他就是希望能大家能轻松一点 有关心 我不中一点啊 我说这个我得我得出来跟这个这个评价这个十一公和严宁啊 这个你说把十一公作为这个工匠啊 其实科学家 科学家原来实验科学 尤其是生物技术 这个实验科学啊 他本身就是工匠 本身就是工匠 你说工匠和科学家有区别吗 其实工匠很多就是科学家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个评价这个这个严宁也好 还有十一公也好 有点有点有点过 有点不工医 这是一个啊 另外像陈章良 陈章良我也很熟 原来呢这个因为我太太有生物系 就是北大生物系 所以呢这个关系都很好 这个其实呢陈章良呢也是有成就的 在那个时期确实是在生物学界还是有成就的 当然他是后来最后被录扣的回这个这个中国去了 然后呢当时呢他据说他就是特别受这个李鹏的赏学 所以呢后来给他很多的机会 然后呢他当然他就做到什么这个广西的什么政府主席啊 去做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官员了走到另外一条路 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好的科学 而且在科学管理这一块啊应该是非常优秀 他在北大做生命科学院的院长的时候啊 北大的生物系啊就是就是跟别的地方有很大的区域 这个跟他作为有这个科学素质 有这种科学管理的经验 而且他特别重视人才的一面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啊是个好科学家 真的不是说忽悠 他当然他很能讲啊 我们在一块坐那儿 听他摇天什么呢 他很能讲 这点毫无疑问 但是你想能成功的人很多不能够完全就是在那儿干物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公允的评价他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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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心里 我个人没有这个我我个人没有这个贬低他们 他是引用网路上面的我个人没有我个人是很很赞赏很欣赏 无论是陈章良无论是西医工还是公允的我个人都是非常赞赏他们的 我的意思是是是说有有他属的业内人士 他这个劫密对于我来说了解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情况 以前是把它看的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东西 一个科学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这没诫密的话呢 我我我我我我我觉得就是说 似乎不是像我以前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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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number that name and there are kind of that 特别是因为我完全对这个行业 我无穷判断 因为我根本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Gino给你一分钟 对对我就说吧 其实我接着恒情说 实际上呢 他说两种 我觉得其实有三种 就做研究 因为我本人吧 就属于那种 我也填补过一项空白 就是Beta不得量基准 那是我在原子研究院 那时候 因为我当时去说 正好我们的院是新组建单位 所以上来有个20万的一个经费 就给了我 然后我就去做了 当时挂在一个老同志的名下 那其实这是很简单 就是外国早就50年代 就已经有论文 你就把这个论文拿来之后 在中国找到类似东西 把它给它堵装起来就完了 大量的中国科学家 都这么拿到的 就反正那些评委 是不懂这些东西的 第二种呢 就属于是 这个刚才育文说 人家批评 他可能是个工匠 我估计其实多数能够真的 就是我说我这个不是作业 就是做一个别人一个copy就完了 那吹也可以吹啊 就反正是别人不懂 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你找一个新的材料 就是多数的这种科学研究 工程性啊 包括实验性的 你能找新的材料 你能找到比如有一个 都是别人做的 都是什么材料科学呀 或者一些更精密一切出来 你把它拿来之后就可以了 你能发现它能找出来 或者委托别人做一个 第三种的我觉得 其实严宁我觉得吧 他其实我根据一些介绍 他做第三种 这是最可贵的就是 他把思路改变 就是思路呢 就是在他有一个新的思路 用更短的时间 更那种一个方式 能够证明一个东西 他就可以导致研究 我觉得这其实是 比较可贵的 那我听刚才这个 澄清说呢 十一宫先生呢 我不妄加评价 就是可能属于第二种 你可能在美国 做的是第三种 在中国 不对不对 这一点不会 十一宫有好多篇 Nature 在那个Science Nature 上的文章 那好了 那你就给平反 那你就好了 好多呀 你在这边呢 你想能够在那地方 发文章的 那都真的是 一定要 那没错 那我知道 因为他那个地方 有很严的同行评价 虽然Nature的编辑没有对 他至少两个 要一定的水平 要一定 很高的水平 真的是很高的水平 不过这个 我们不懂科学了 也这个实在 科学的领域太广泛 但是我们尊重科学家 OK 我讲一句吧 我觉得就是 对严林也好 施育工也好 包括以前的 谷埃林也好 就是都不要去政治化 就是像谷埃林 是个非常优秀 一个运动员 对吧 科学是实际上最好的 严林呢 在他那个时代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 但是一旦赋予了政治含义 就就变味了 你比如说 当时把谷埃林 几乎就吹的是 是民主英雄了 铁国争光了 如何如何 其他的国籍 就非常模糊 严林也一样 严林县到底什么国籍 我也不知道 他是美国和中国的 就是你把他赋予了 太多的光环 过两天他又 他又离开了 就你自己 很下不了台 这是对中国而言 而对美国而言呢 确实也应该想一下 就这么多的 像我们这些 都在美国待下来了 就美国现在这个政策 尽管没 我相信那1400个 所谓顶级科学家教授 回国是 这个虚假新闻 但是确实是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 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就这样下去的话 会怎么样 就是 就中国方面 要考虑美国 也应该考虑一些问题 像川普上来 就随口讲了一话 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现在还好 中美没打仗 要打起仗了以后 我们怎么办 大家怎么办 就不应该 负义太多政治含义 那确实我们不懂的东西 应该尊重的一个科学 美国过去五六十年 这个 这个庞大的资源 真的吸收了 全世界最优秀的 这些科学家在美国 也导致美国 能够独霸一方 这个讨论完 我们谈论一个比较更严肃的问题 供销社跟这个国营食堂又回来了 现在中国大陆不少省份了 这供销社以往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非常比较盛行的 慢慢没落之后 现在开始又回来 国营食堂又回来了 所以很多人感觉是不是计划经济又回来了 人民公社大要进的一些回忆又回来了 这个可能要请教盛平货 请教你怎么样看待这供销社 那个跟这个所谓的国营食堂 这两个现在在不少省份了 开始受到重视 根据我对习近平的思想的研究呢 我觉得其实有两条 我觉得他可能会要纯建供销社 这两条都跟计划经济呢 不完全一样 我感想计划经济上有一种理念 就人类的经济是需要进行统筹安排的 那么这个思路现在大陆上都已经破产了 而你可以从习近平现在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为谱 一定要搞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 从这些讲究来说 他肯定他现在不是要搞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 但是你说呢 中国才从来没有搞过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 毛泽东时代那个计划经济呢 跟前苏联计划经济不一样 前苏联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有一批 就是比较先进 因为其实布尔什克后来就有一批比较厉害的 一些学者呀 科学家呀 一些艺术家都跟都追随了布尔什克 因为确实俄国在后来太烂 那么需要一场就比较激进的革命来改变俄国 最好当时很多的俄国知识们都支持 罗素也在讲过 他说应该呢 这个允许这个 不是他说呢 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相望过 就苏联这一套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有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 共产党中国当时搞 因为中国当时毛泽东那批 打你腿那样打仗打出来 他搞什么计划经济的这方面 其实他们就是搞了一个 战时动员经济 一个统治经济 这种统治经济和那个计划经济 不完全一样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东西后来中国搞了 改变往这套对方 现在中国是相对比较现代化 他现在如果假如说搞呢 我觉得技术经济官僚和这个国家呢 就这种现代分工是可以搞计划经济 可是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搞的不一定 习近平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两个东西在起动 一个东西呢 就是他现在要对 在东亚模式进行上 往前更进一步 东亚模式 我们知道跟纯粹的西方市场模式 不一样 市场模式 西方的模式呢 主要市场模式就是因为 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作用 国家只是解决市场不解决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国家呢 是在这个 在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国家要进行介入 去解决危机 不要让市场去自动调节 那个损失太大 但是在东亚模式有一个 就国家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啊 产业的这种发展 要一个规划和指导 但他不是计划经济 并不直接分配资源 去管投资 而是说呢 国家通过政策 比如通过利率 通过税率 通过汇率 等等这样 对一些地方 还有房地产的国家 掌握资源 来对这个企业进行引导 他所希望的这个产业方向去 这种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的企业 这是赵紫阳 从来想在中国搞的 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那么习近平呢 我觉得 我让看合理风 我也同意 同情这个做法 他不是一个真的市场 也不是纯粹的市场 资源企业的 他就是想搞一个 这样的一个 往前更进一步 国家直接支持一些项目 管理一些项目 就一些高科技 在私人投资 不准备投资 而就是必要的时候 国家要进行 直接入场 进行这个开发 第二个呢 我觉得供销社这一块 其实就不管这个 这一块实际上 主要在深圳 在那个地方 他对这个几千个上万家 这个创投资资助的 这些企业 完全在烧钱的 那么他在这个供销社 更多的是准备 他的一旦出现 大的经济灾难的时候 国家要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个 就在发展中 比如像农村啊 等等这些 他要建立这些东西 都是想就是通过国家的 直接补贴的方式 那么来直接的 把地方政府都给它 绕开了之后直接 然后就通过一个调调系统 下去 国家直接 因为通过地方 政府才已经发现呢 地方 政府地方上的很多事情呢 就是到那就会走样 比如他会把资金截留了 挪用了 贪污了 这种事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他更多的想通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经济进行 一个直接的 就是由国家 要行使职能 直接进行管制的方式 统治的方式 来进行 这个 所以我觉得 供销社这个东西呢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这来说呢 这些东西都是和经济发展规律 不吻合的 而且这个方面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这里面也会有寻租现象 就所谓寻租现象就是说 你呢 国家本来有一套政策 那我尽量让我的发展呢 符合你的政策 但实际上等于在弄虚作假 只要我有关系 这样我就能拿到一些 不该有的一些补贴 这个方案也一定是要失败 就是最重要就是 只要政府直接介入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最终就搞不好 嗯 市民你 你有没有对这个农村供销合作社 还有没有影响 还有这个所谓的 以前叫做公社食堂 跟现在国营食堂 又有什么不一样 你还没有影响 市民 市民 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没有影响 但这件事呢 从一开始起 就是一个炒作 一个乌龙 因为它并不是今天 才把这个供销社搞出来的 这个供销社一直存在 就从来没有消失过 对他只是90年代开始没落 开始没落 有一段时期呢 从94年以后又重新开始 就而且他非常大 他现在有多少呢 他有200万的 就是 才是工作人员吧 雇员 他的那个经销 经销额去年是6万亿 就销售额 6万亿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中国最大的 那个淘宝的 淘宝是8万亿 就仅仅少2万亿 他比中国第二大的像那个 我忘了是一个什么 反正比那个呢 就是要多一倍 3万亿 他在全国有3万多个 就是终点站 经销点 所以根本就不是说 现在又炒出来了 这么一个东西 他本来就存在 他有 他有11条铁路专线 他还有 三十几个 大概36个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呢 就国家级的那个 巨大的仓库 所以 你说他是 什么就重新搞出来的 你根本就是 你没就没看那个历史 他干的是什么事呢 他干的就是 民营企业不干的事 因为这个 国家干预 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不管中国 美国 西方 东方 都已经是个既成事实了 国家不可能不干预经济 就资本主义创造了两个神话 一个就是呢 亚当斯密的 看不见手的神话 看不见的手天然正确 在经济上的 再一个呢 政治上的 就是民主选举的神话 民主选举天然正确 这个神话已经延续了 几百年了吧 其实国家干预 无所谓对错 就是 你按照经济规律去干预 那就对的 你按照政治正确去干预 那就是错的 就是国家只应该去干什么呢 他干一些就是民营的 私营的不做的事 即使像美国你修桥 修水坝 照路航天 这没有利润 你国家必须干 否则你这些怎么办 就基础设施 那现在看一下这个供销社 他有六万亿的 就是产销 那么 他利润是多少呢 就不到六百个亿 就五百多个亿 就他只有百分之一的利润 你说这种利润 谁会去干 根本没有私人企业去干 所以如果说国营企业 有什么弊病的话 它是两个弊病 一个坚守之道 再一个呢 就是 与民争利 从原则上说 有利润的事情 应该国家不去干 那现在供销社这种原因 他没有利润 六万亿的销售 持有不到六百亿的 那利润在哪 还要养两百万人 所以但他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他作用其实就是跟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 跟中国的尤其这几年的扶贫 它是起了个配套的作用 你比如说 2020年3年以前 疫情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供销系统呢 他就做了大量的事 就是支持湖北的抗议 包括这次上海的 因为扶贫这是一个国家的事 他们就比如说你的种子哪来 这农村 你的那个肥料 包括一些边缘地区的 他的农产品 或者他这些 水果他运不出来 他们就要去采购 就基本上属于没有利润的工作 就这么回事 他根本就不是说什么要重新搞起来了 他从来就在哪 就没有消失过 我刚讲的就是最大的中国的一个销售网站 是那个淘宝 淘宝是8万亿 他是6万亿 第三大是什么是京东 是3万亿 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说抛开事实不谈 对吧 我们先谈你要搞计划经济 哪里是什么计划经济 就这么一样 事实上就这么回事 你可以你可以去查 他从来就在那 而且我如果发落这个刚才盛平提到的这个概念的话 那有人担心说 但是把这跟国际民退搞在一起 有人担心若会起压一些中校企业 他毕竟跟京东 刚才证明也提到 跟京东淘宝类似性质 有这种意义 我再强调一下 他根本没有利润 没有谁会去跟他竞争 就是国企不应该在那些有利润的地方去干 他几乎就是一个赔钱的 6万亿才有500多亿的那个盈利 再打掉一些他的消费 可能就没有盈利 就属于国家去烧钱那个东西 但是没有他又不行 因为京东淘宝不会在那个地方去设点 去来做 因为他没有钱赚 只能国家去做 我说说我的观点 我基本上就是刚才这个盛平先生 所批判的那种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在 我小时候啊 我一直在这个北京的郊区 在密云水库那个地方长大 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呢 就是供销社 这个边上啊就是供销社 供销社呢卖什么呢 卖这个富食 卖这个糖果 卖肉 因为什么呀 因为那时候需要票证 我们那时候你那想买肉 你没有票你买不到肉 你要想买油 你没有票你买不了油 对吧 那粮食呢是到粮店去 到那个地方也是要量票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配给制的状态 管控的经济 因为经济短缺嘛 物资短缺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主导中国的这个商业的 这个整个商业流通的一个最 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就是供销社 然后呢变成了全国的有联社 全国总社 然后各地有联社 这样一个 所以他呢这个商业网点啊 基本上都是被他控制的 一直到城里头 除了一些大城市里头 你像有什么餐馆啊 什么那些 这个小吃部啊 什么的 像我们那个时候 在这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要想 有一个说有一个 在命运水库那个地方 有个卖油饼 能够吃豆浆那个地方 都没有 哎 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小吃部 都是一个新鲜事物 那个时候主体是什么 主体就是 领导手 对吧 但是呢随着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他没办法竞争 为什么 你卖肉 那时候老百姓可以自己养猪了 不用肉票了 然后呢 你卖肉的那个 在外头卖肉的那个肉摊 跟供销社里头卖肉的 没法比 就没办法竞争了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猪啊 你原来卖那个猪肉的时候 你想 这个顾客要求哪一块 他不给你拉的 哎 但是你要是个人的 那个体就顾了一个摊 那你要哪块 他给你拉哪块 服务态度那叫好 对吧 所以他没办法竞争 所以呢 最后呢 慢慢的供销社就围缩了 然后供销社慢慢的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那些商业网点 基本上就没有了 最后 供销社只做什么呢 只做农用物资 基本上就是在集中 在做农用物资了 像我前几年 我还去这个 这个河北省 大家看到那儿的 那个供销社啊 供销社里头 就是一到两个人 卖什么呢 卖那个比如农药啊 化肥啊 种子啊 然后呢 那个小的那个 农耕的工具啊 那个梨 拉那个梨的梨头啊 像这些地方呢 因为利润非常的薄 所以没有人做 哎 供销社系统呢 还可以做 但他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就成本低呢 是什么 这房子是原来就有 供销社系统原来就有 然后呢 他们的编制啊 是在这个国家事业单位 那样的编制 是政府通过财政来给他的开支 所以最后一点一点萎缩了 萎缩了就像一个 一个村镇啊 或者乡镇呢 一个顾销社就一到两个人 一个人主任 一个人是副主任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呢 又慢慢的 应该叫做死归复燃了 这里头不是说没有原因的 哎 他实际上原因 我这么这么感觉啊 他的原因实际上是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现在啊 因为这个叫拉动消费 拉动消费呢 现在在盯着一个 这政府现在盯着一个什么 盯着这农村的消费 为什么呢 农村呢 可能有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个需要 所以呢 他现在感觉有很多的农 这个产品呢 就在城里的卖不动 来通过这个商品下乡 现在什么东西啊 在中国有个习惯 就是什么东西不能卖了 不好卖了 在城里头就下乡 哎 原来那个洗衣机啊 那些家用电器啊 哎 现在呢 可能有更多的 嗯 就一个8K的电视啊 是不是也可以下乡了 比如此类 诸如此类的 哎 通过这个供销社系统 因为有很多的商业网点 他希望这一块要解决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看现在呢 这个中国的农村啊 有很多的这个商品 生产出来以后呢 没有办法拉出去 在过去 所以呢 这个习近平呢 搞这个扶贫的这一块呢 还做了很多的事在哪呢 比如像这个网红代货 网红代货 由于有了这个天猫啊 有了这个 这个这些平台 阿里巴巴呀 京东啊 什么下 后来又拼多多呀 这些平台 就呢 涌现出了很多的网红的代货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山里头的这个货拉出来 但是他现在新发现的是什么呀 既然这网红代货 有的人可以赚很多的钱啊 那他说到我们 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供销社系统 来帮助我们把货拉出去呢 帮助我们来解决问题呢 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他的目的 还有一个什么解决就业 所以最近不是爆出来了吗 公销社系统现在 有40多万的这个新的这个 这个招聘的这个就业 因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就业压力 非常的大 他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观察是什么呢 我观察来的结果 我认为实际上又是 这样自上而下 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是什么呀 他们又搞出来了一个 一个脑子里蹦出来 拍拍脑子出来的 那么一个想法 然后呢 是不是能够 在商品经济的这个冲击当中 在商品这个 在市场经济的这个 选择的过程当中之后呢 可能会变成一个 财富的一个浪费的过程 所以现在啊 现在搞成这个 实际上就是要应对 现在的中国的经济下行 然后呢 要通过党的这套系统 最后呢 这个来把它捅起来 来把它捅起来 然后呢 希望能够用这种办法 能够政府的最高的领导人 发出的这个指令 能够最后呢 达到村一级 这个乡一级 村一级的这个 共享社系统 然后完成这个 经济指标的这个任务 要用这种方式 所以呢 我就是老说啊 像这个任何一个 我一直说呢 叫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 绝大多数 过去我们叫做百分之百 只要有政府行为 就增加成本 增加成本了以后 就缺少竞争力 对吧 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 一般都是这样看的 当然我想 当然现在有一些变化 我们就不谈这个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更多的是 异想天开 另外一个呢 关于这个大食堂呢 我的观察呢 我的感觉这个大食堂 实际上呢 还是加强防控的一个办法 因为他觉得 我用政府建立的 起来了这套系统 包括共享社系统 和大食堂如果配套起来 最后呢 你食品 你的那些原材料呢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大食堂里 然后呢 你就减少了中间环节 你成本就降了很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以发展起来 而且又给当地居民 他是在社区里建嘛 给当地居民 创造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餐的一个机会 又便宜 现在据说很便宜 可以做到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也就为了管控 你比如 这个 如果小区疯了 那个时候也不用再 组织送菜了 就把那个东西 送到大食堂去就好了 对吧 大食堂去送完了以后 他们就做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到这去买 去拿 对吧 加强管控的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东西 我就是说 完全是违反人性的 完全是违反人性的 你想你最后 你觉得你减少了中间的环节 但是你看着 后续的很多的问题出来 刚才军团也提到 像寻租 然后呢 这个 没有办法 通过竞争的办法 提高人民币 而且相反呢 是用这种 垄断的方式 来解决 他们本身的这个 这个系统 那就是最后 是没有竞争力的 那一定会最后 就变成了一个 烂谱的工程 习近平在过去 十年当中 很多都是这样 烂谱 为什么 因为都是拍拍脑 都就出来 因为我发了 这个恒信的 这个 这个说法 这个 观察 就是说 是不是说 这种供销社 跟这个食堂 现在会被拿出来 比较关注了 也是让官方 有一种说法 让官方碰到 这些内外形势 危机的时候 甚至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统筹筹资源的 一个管道 是 应该就是这样的 他下一步 因为这个正好符合 现在习近平 他后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主体的一个认识 因为他现在为什么 想多转 我刚才讲 他们在2014年 我看到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想着市场经济的方式 他做出一个模式来 然后他也是一想全开的 他做出一个模式 如果要是成功了 那 就中国经济就变成什么样 可是呢 这个东西最后就是 没有办法推进了 没有办法推进了 以后就倒车 这一倒车 就倒回到哪了以后 就倒回到了一个 能够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 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就举个例子 当时2015年 我当时4月份在中国 6月份股市垮了 当时有关部门 就给我写信嘛 就希望说 说黎老师 你能不能给提供一些意见 或者是建议 我说当然我愿意啊 我就给他们写了建议 写了意见 应该怎么做 后来就他们明确告诉我 说黎老师 你这个提的挺好 我就是讲市场经济 你用市场的办法 因为我看到 美国这边的2008年 09年的那个金融危机 是怎么做的 就他们实际上 也向美国美联储 征询了意见 然后美联储让 这个纽约的那个 branch 他们的那个 美联储的那个branch 最大的branch 就是处理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是他们是 是主要在操刀的 把他们一万多页的email 都给了中国中国 最后他们连夜翻译 翻译完了以后 得出结论是什么呀 太慢 太慢 对吧 我们要用行政命令的办法 来得最快 所以最后他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直接派公安部的部长 副部长 就直接就进入这个交易所 进入证监会 他觉得这个东西来得最快 然后抓了一大堆的人 而这些人最后就准备 就是全是让他们叫限制出境了 我的好多同学 都在这个被抓的 被控制限制出境 为什么来得快 而我当时这一个重要的理由 我之所以提出来 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重要的理由就是什么呀 二十多年的股市 好不容易见到现在 就你们每一次 刚说放开了股市 要用市场来做的时候 最后呢 你就往回一收 一收又变成了一个 不是市场来决定的 中国股市什么时候 能变成一个成熟的股市 对吧 中国的股市 一直也走不出这个困境了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坚持 用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方式 才可能解决问题 最后他们说 就是李老师你没办法 太慢 郁文呢 郁文怎么看 你怎么看这个 供销社跟这个人名史上 穷回计划经济 当然这个就不大可能了 因为供销社这个 这个出来之后 我马上想到一个是什么 就是有储银行 就是两姐信息是非常相似的 你说什么 跟什么一样 就是邮件储市 不是邮件储市银行 就是邮件储市的 就是油管锁 就是我们讲 两姐的信息是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讲农村的每个商店都对油电锁 原来叫油电锁 你去寄信 发电报 都是到那里 后来就慢慢的摔落下去了 慢慢的摔落 后来我们讲油电锁也改革了 改革跟京东跟淘宝也竞争的 在这个流动学长进行竞争了 现在就是说就基本上就跟他们是一样 这个就在一条线上就这种竞争了 那么在供销社其实也就是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角色 他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 你现在因为过去那么多年 一直是半数不活的 那么现在利用政府的一些资源 加上一些政策 加进去扶持 当然它名义上是讲这个 要继续属于乡村的建设 这个乡村振兴 下沉到那些 我们讲上 这个民营企业 这个民营流通企业 不愿意去的 不愿意去的那个地方 所以讲我们首先考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算是政府有心要扶持 扶持这个供销社 但是在我们的流通行业 是一个非常尽丹 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行业 所以讲这个 他本身也可能迫使他采取瑞伯的 一定的市场机器 不可能是完全逐步过去的 过去的那种 老的供销社的那种机器 那是不可能 我们的游战所要的 他现在也毛的意义上 他也是我们要跟什么京东 要跟淘宝竞争的话 他也在采取内部的这种 老种程度上的市场化的激进 这是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 就算是想要扶持供销社 让他垂断流通行业 看流通行业非常激烈的情况 他是没法做到这种垄断的 以他现在这样一个力量 没法做到这个垄断 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是不用担心属于的 说中国政府要扶持这个 所以发出了一个属于的 重回这个计划体系的 这么一个信号 我觉得他目前的这个角度 他可能还就是 真的就是为了考虑到 他的双分晋升的问题 他的所谓的这个新农分的 这样一个建设问题 并且就是说 虽然我们讲 现在的这样一些 这个外 这个 他也各个乡镜 比如讲 在我的老家的 这个这个野生 也有了这种超市 就是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超市这个进路 那么这个 现在供销社 这个我想的时候 是见过供销社的 也在供销社买过东西 记忆中的供销社的 那个房子 到了现在 最近还有一两个 还有一两个房子 在镇上 基本上老房子 基本上全拆掉了 但是还有留下了一些 一路来看 他可能也就是 如果在比如讲 在我那个镇的话 老家那个镇的话 他要回复供销社的话 他可能真的是 是不是要建新的房子了 原来的房子 不仅是已经全拆掉了 那我觉得 他要跟现有的 那个 在我的巨项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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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超市 去去竞争的话了 他还采取过去 那种老房子 知道吧 可能是没有人买到的 所以他 这个 这个竞争本身 会迫使他改 这个计则一定的市场化的 这个采取一定的市场化的 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刚在韩军 其实后面也谈到了一点 从习近平的这个角度来 来讲的 他有不有其他的考虑 我觉得他是有的 他是有备阵的考虑的 觉得是有备阵的考虑的 就是说 一旦就是说 这个未来 要发生战争的话 那么这个 我们讲 他为了不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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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老百姓 因为战争 而产生 国家的恐慌 这个又对 对基本的民生 基本的必需品 那么 有供烧社的这条系统 从上到下的 这个垂直系统的话了 他就能够 就是说 在这种 战争年代的话了 他就能够做到 就是说 民生的把一些 基本的民生不出 来个送到 那个百姓的 这个手中 他肯定有 这个战备的考虑 也就是说 对习近平来说 他有两个考虑 和平战争的考虑 战争时期的 战争时期的考虑 他这两个东西 都是有的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 没法就是 来 来 就是说 来 就是说 解释 他现在为什么 你说习近平 他有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 大国企 这种什么国有 这种情节也好 是啊 他有这种情节 为什么以前不搞了 那么现在来 来推进这个态度 那就是他 跟他为预期 未来的 比如讲 他台海 或者其他什么方式 要发动战争的话了 预期 这个外部环境的 这种恶劣了 内部要 要预算 做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布局 所谓的 刚才军刀也谈到了 所谓的统治政治 统治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回归 这个是可以确定了 计划经济不会有 但是统治政治的一定回归 是存在的 也是习近平 或者说 新一届 这个中国政府的 这样一个考量 的这样一个范围 我觉得这个因素 其实也没有必要 给他回归 OK 军刀 来请讲 对 其实我觉得郁文呢 刚才说的 好像是不要担心 可是他说的都是担心的理由 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搞供销社呢 确实不像呢 盛平说的就是 其实就原来供销社就在那儿 不过呢 就让他又发挥了一些功能 他确实呢 有些新的理由 那我觉得简单 我觉得三个理由吧 一个理由 我觉得就是这个习近平呢 搞供销社实际上是要重建 就把一样国营啊 再把一些东西拿回来 就说因为我知道呢 就是在这个过去啊 就中国有些发展最快的人 比如像是遗产的 都是共产党原来没想要的 但是这个也确实不像盛平说 共产党不搞国营 不是什么好像没有国营 都是搞的这些这个市场搞不了的 那你说中国最赚钱什么 重化工啊 像这些钢铁等等的 私营是可以搞的 国家就不让你搞 他就是不让你搞 他要挪断这些领域 你说这战略产业中 也有很多丰厚的利润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发现什么呢 马云他们搞出一些领域 那些领域贯钱 那就是刚才曾经讲 和那个谁玉尔也都提到了 现在他也想把这些领域钱给拿过来 用什么系统呢 就想到销销社系统 可以通过网购啊什么 把它变成网购点 他比那些私营起 比那些什么马云里还有优势 因为马云他们还是在弄些蚂蚁 弄了一些什么小散户 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点 可以直接搞 我觉得讲本里 原来现在原来没 他们不知道的产业 现在叫民企搞成熟了 现在要把这个钱拿回来 国家需要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个盛平也讲到了 就是像社会主义新农村呢 那是大家都不干的 你说你搞了一个 不接地气那么一个东西 那因为你 因为本来全世界的 现在的话有两条路嘛 一条路就是要城镇化 城镇化就是农村人 搞像城镇仪 那么还一条呢 就是习近平现在 意想天开的一个方式 就是农村把它繁荣上升 不要说别的 就这个有T类的这个建设 对吧 什么水塔呀 那就那就不合规律嘛 你看日本人在研究 他的产业说 70%是在这个服务业 服务业的这种发达 一定要跟人口的聚集 高度聚集有关 也多数的服务业 那个微小那些商业什么 所以习近平这个东西呢 但是现在没有人搞 所以他就搞这个供销社 第三个呢 就是我和余儿都提到了 他要准备打仗 我还要我说 他要准备发生一些不测事件 包括如果出现一些 突发事件的时候 他要立即开始封锁一些东西 这时候供销社 是他唯一可以相信的 这个系统可以继续行使一些功能 好 谢谢你们分析 这个关于供销社 现在被在这提起 一定有它的背后的一些形成原因 最后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有一点时间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11月15号16号 在印尼举行登场的这个G20 这个20个工业国家 这个所谓强国的聚会 那到底拜登习近平 会不会在拜登就任之后 两个人现在进行了五次视讯会议 电话 但是还没有亲自见面 两个人到底会不会在G20见面 这个要不要请恒青先来分析 你的看法 习近平拜登会不会在G20 到底两个人办喜会会会不会前举 你麦克风没有开 对不起 目前来看 现在这个见面呢 应该说可能性现在大于50% 前一段时间 美国这边呢 很多的报道啊 说这个 总好G20开会的时候呢 这个拜登呢 他女儿要结婚 所以他要参加婚礼 所以他呢就去不了了 这是理由啊 我看到这个报道出来 然后呢 说这个应该是那个Harris会去 但是现在呢 这个白宫呢 这个又出来说呢 说这个正在研究 还是希望能够 能够变成一个现实 现在是这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呢 目前来说 应该说超过50% 但是呢 应该说美国这边呢 说习拜会也好 或者是这个 这个 Brington和王毅的这个 充电化也好 包括呢 现在军方也希望能够跟 解放军的这个高级将领呢 那个有沟通 为什么 他现在所有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愿望呢 实际上就是局限于沟通 就是减少误判 减少这个 这个不沟通呢 带来的这个风险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从中国的角度不一样 中国有实际的要求 实际的需求 但当然从这个 从这个地缘政治讲呢 他现在就是要解 就是说呢 你要承诺一个中国 然后怎么怎么着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重要的呢 他要解决的实际的呢 是关税的问题 然后呢 实际的是贸易的问题 包括呢 这个技术出口的问题 他希望能够在这些问题上 是有实际的解决问题的 这种可能性 所以中国呢 对于这个见面的这个要求呢 会更强烈 另外呢 作为习近平 这个过去的十年 他一直在强调呢 叫做领袖外交 他特别喜欢呢 就是领袖外交 这也是符合中国的 实际的政治结构 因为什么只有老大说了 才管用 老二说了都不管用 就make a deal 最后可以推翻的 对吧 像刘鹤那个时候 make a deal 然后都谈成了 然后习近平就一直就推翻了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 元首外交 才是中国解决问题的一个 一个关键 但是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当然元首 也可以去出来说一些问题 他刚说完 这个马上呢 白宫就发言人就说 啊 你们理解错了 他说的那意思是这个意思 国务院又说啊 根本就 我们一直在坚持一个中国 怎么怎么着 就可以完全可以调整 但中国不一样 所以我的感觉呢 是这回呢 见面呢 应该说见面肯定要见 如果都去了啊 那就在一个桌子上开会嘛 但是不是会有底下的沟通 我觉得应该大于50% 但是特别特别高的这个概率呢 不好说 另外一个呢 还要可以看到 这回呢 据说是不是 这个左柯已经说了 说这个普京也要去参加 普京也要去参加 而且你现在据说呢 这个泽林斯帝也被邀请 也被邀请 会有一个视讯的这个参加 我想呢 这个事呢 现在普京去不去 现在都应该说 很难说 普京现在在火上烤呢 所以这回如果说习和普京去了以后 他们俩会不会要 比他在私下的开个会 然后习近平再告诉他 说我们两个友谊 友谊没上线呢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就更热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这个G20 确实是一个很热的 应该11月16号吧 会是很热的 11月16号 对 11月16号 在印尼发表 这盛名那个G20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 第一次出访 那这个我们下礼拜这边 其中选举 中期选举 马上要 马上要投票 拜登出 出去的时间 刚好是在11月8号 这个选举之后 你怎么样看拜习会 我觉得习肯定去 但是他和拜登见不见面 很难说 因为 有没有个别的峰会规定就对 更不会 他们两见面不会有什么好处 至少对拜登来说 他现在正面临中期选举 他根本付不起对中国示弱这个代价 那你说见面去吵一架 也没这个必要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道不见得 但是习去的话和普京是 肯定会有很密切的谈话 双边还会谈 所以泽连斯基去不去呢 他自己也说了 普京去他就不去 这个俊涛呢 俊涛怎么看 拜登跟习近平这次在义川里 刚才好像盛平都跟恒青都认为这个 有说看法 有说见面有说不见面 你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见面 就是要不然的话 其实对拜登来说 这个会议比他们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七七会议是西方国家 在上一轮石油危机之后呢 开始他们觉得大国之间啊 就美国已经不能再决定 就能够承担这个负担者的时候呢 领导这个新国要协商 来稳定 就至少是自由民主实践的经济 那后来 他基团队完全是全球化国际产生的 那么他们觉得呢 还需要跟发展中国家对话 帮助包括南南对话等等 要进行这个 其实对基团队会议主要是发达国家呢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 一块商量国际水 但其实不需要他们 最主要还是帮助他们 能够使得整个全球化中间 能够有一个分享 那么现在看来 现在发达国家都很头疼自己的问题 他们其实七七会议 他们有很主要的需求 对其实基团队会议上 他没有那么大兴趣 我想呢这一次他去啊 普京去实际上是在G20 去跟发展国家对话 现在美国实在是也没有这个能力 他去帮助那些发展国家 去可能进行这个对话呢 他可能一个是美国呢 还要继续当世界领袖 在那儿要亮亮相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 也是想寻求呢 跟普京和这个习近平来对话 那我刚才讲到了 美国其实在 就在上个月搞的国防报告呢 这个国防战略报告 其实基本上也反映了美国的 这个至少反映了 民主党政府 共和党可能不一定是 认环境这个问题 但是呢反映了民主党政府呢 对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这种复杂关系 他需要呢 既要有对抗也要有合作 既要有竞争吧 也要有合作关系 所以现在对抗和竞争 和这个这块呢 博弈这块 他已经基本上大成型了 包括国际条约呀 这些都已经成型 都开始已经投入了 包括军事技术的开发 但现在是呢 合作这块迟迟落不了地 克里也被这个事去了一趟 已经努力一年多了 那现在看一下的话 我觉得 现在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呢 不是这个拜登去 可能要寻求跟习近平 有这个机会 这个我觉得老大之间的对话 刚才恒星说了 那不是 当然也不是说中美之间 好像就 除了老大对话 啥都不能解释 其实你看这几次会议 你都可以看到 美国急于对话 是因为有些问题 急于要有一个解决 或者要有一个讨论 结果现在专业口 中国不对话 因为中国都在等老大开口 所以最后拜登跟他最原话 你看双方发的公告都是原则性 但其实又打开了专业对话的大门 他们别就可以具体协商了 要不然的话 习近平不点说 美国怎么敲门 他不开 那些没有人敢开门 那现在这次 我觉得G20会上呢 如果拜登想见习近平 一定要谈的就是说 你我们现在来谈具体的 关于气候环境会怎么合作 你说习近平有回应吧 也不是 习近平虽然不跟 在这些领域中 不跟这个拜登对话 不跟美国对话 但中国这方面 比如环保啊 还有疾病防控等等 他好多都在路上 在走着按照国际标准 因为他要跟联合国对话 这个拜登提到 联合国关心的更关心 关心的比美国还 还要这个关切的多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他们两人 在见个面 可能就为底下工作 这个这种机构之间的对话呢 打开一个门 美国是成熟的 因为拜登本来就是弱势成统 基本上专业的 要让专业部门运作 主要是中国这个门打开 所以我想呢 这个方面 中国方面也有这个需要 就是习近平当选之后呢 如果在这个会上 假如说 拜登能够这个姿态好一点 就是不要再给他 强调那么多难堪的事情 他当然也要做点回避啊 那么强调一下 因为这个 就像盛平前几次说过的 其实中国刚出来的时候 习刚上的时候 而且拜登刚当选 习非常希望能抓这个 就搞了关系 现在国内 因为中美关系不好 这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也希望 哪怕有些姿态 带性的改善 对他在国内都很有好处 这么一面这个人大 这个人大当然他想干是能干 但是这个阻力小一点 可能搞 所以习其实也有一个愿望 那么现在就是 我估计在有两个原因 他们现在谁也不说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关于议题的问题 还有双方怎么说 还有关于议程问题上 还有程序上呢 还有些小争议 对吧 程序上就说 谁到谁那去 在什么地方见面 是正式见面呢 还是不期而遇呢 还是一个简短的会晤呢 这些东西 议题上就说呢 那肯定美国呢 拜登这儿呢 就是刚才盛平也讲 他有压力啊 他这个 你会被人为打败 鸡头像的 美国肯定还要强调一些分歧 那当中国就说 你要强调这分歧呢 我们就不要谈了 王毅就讲过 你不能一方面在整我 另一方面 你还要让我跟你合作 他这是呢 中国这方面就说 因为中国方面要面子嘛 是要做出一个中美 现在关系缓解了 我现在已经搞定了 现在这样习近平就 对吧 你看二大之后呢 美国用另外一个方式 你看证明呢 我们只要自己站住了 我们只要自己能坚定 有战略定力 那么帝国主义 美国主义也得向我们低头 他就是 他想摆这么一个姿态 双方在这上有点争议 还有一个呢 双方都有国内 也都有政治压力 习近平在都没谈定的时候 如果他要是答应了拜登 假如又有变 他可能不好交代 所以他在慎着 拜登这个地方呢 他羞录太早吧 那肯定共和党啊 这些就会对他进行批评 还会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 所以他现在也就 双方都厚得住 那我想双方的人 都在紧锣密鼓 在进行讨论 具体的安排了 那个又安 这个上礼拜啊 这个中国外长王毅 跟这个Brington 美国国务卿啊 这个有同气一下 一般都认为啊 这是为二十大 G20的这个败席会 再准备啊 如果啊 我们想如果 顺他们两个人见面 你觉得什么样的议题 会让他们两个人 谈论最多 欧欧战争吗 还是台海局势 这个他们两个人见面 应该是冬季选举 美国冬季选举 已经完了 结束了 对结束了 所以所以讲这个 那么按照现在的 目前这个趋势来讲 共和党如果讲共两院 就是讲共一样的情况 拜登的这个内设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没什么物色作为 那就加强外交啊 呃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 斯蒂米也不会对 拜登也太大的期待 所以我不太同意刚才刚才这个恒情讲的说是这个美国只是为谈而谈 中国是有也就是有求于美国 中国的见美国的动力更大 我觉得其他这方面啊 其实两个人 毛铁上都是有求于对方的 而这个拜登其实也有求对方 包括就所谓中国还有这个八项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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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还还还还这个反击措施还在了 美国一直要吹吹吹就中国来对对话了 嗯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其实其实就有求于中方的问题啊 那么他这样一个问题上 我觉得这个他拜登弱势的情况之下呢 呃 两个人的期待对对方期待都不会太大啊 就都不会都不会想 说我求你这个这边来个会获取一个大的一个一个一个收获 这个习近平也不会想啊 说你因为你是美国总统 所以你做的事情 你就会就就会怎么样 这他都已经跟拜登听过几次话了 拜登也执弱了什么什么 素素素素不一素不一无什么东西 然后呢 然后我们讲美国的下面的这个这个这个政务官员都跟拜登发起不同的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从这个事情来他早就看见拜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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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就算是贵为美国总统你说话也不算是啊 所以他就不会可能就是这样 那么从从美国的这个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如果他想跟习近平呃对话的话呢 还是在台海局这方面啊 他可能是要就习近平呃考导里面了解一些这个这个通过习近平的和习近平对方的判断 中国到底会不会对台湾动手啊 可能还是关注这个台湾的问题啊 这是是是是最重要的 当然包括气候问题呃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会谈啊都会聊到 但他的对美国对关键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对台海问题呃 这个乌克兰问题我觉得可能会设计会设计但是也 中国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 所以他也也知道就不大可能就是说你 习近平啊来一个180度这个态度转发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 啊但是台湾问题呢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发出的信号是这个虚实实啊 你不知道是这个是是台湾我们讲现在包括这个呃 美国的军方部门也认为这个这个这个中国政府可能明年啊 明年就可能就会动手啊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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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通过这个呃 呃跟CGP的会谈来计那就跟 进一步做这个这个中国政府在下一步会怎么找啊 啊那可能是拜登政府真正关心的 那么从中国政府来讲的吧 他可能会提出一声这个具体的一声议题 包括这个经贸啊包括特别是科技方面的啊 包括特别科技方面会提出这个问题来 但是他也我觉得他可能也认为提是回力的 但是拜登肯定也是解决不了啊啊 毛泽尔印算算算说算拜登一交给拜登一道考题吧 那看你怎么做的问题啊 大家反正这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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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观察啊 互相怀疑啊 最后的结果呢肯定就是没什么没有什么结果吧 就是这个嗯 你觉得那个王毅接杨基茨还有秦刚可能接部长 对中美之间未来关系有没有什么 最近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呢 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这个因为王毅这个最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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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交主管因为他原来现在也是老二嘛 现在老一那但是外交最高的主管其实啊就是你真正的老一是习近平嘛 所以无论有没有杨基茨在的话呢 这个对王毅的苏想我觉得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的问题 这个相反反反反而一些比如讲如果是王毅 因为有什么太大的 太的转变 因为他本来就给 秦刚接受到信号的 所以并不是因为秦刚 新的外交部长 习近平也要什么太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不会对习近平 现代的这样一个外交 有什么太大的实质性的 这样一个改变 如果说有改变 也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 尚未有改变 真的是习近平本人的改变 而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改变 俊东来补充一下 我就是觉得 其实台湾问题 他们俩还是象征性的交线 我就完了 因为说台湾问题 实际上会影响气氛 就影响到 我说他俩习近平 想用他来鼓务自己的影响 而且台湾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炒作问题 因为中国在 比如我们讲说 未来取得这种优势 所以北京是几个关键性的武器 比如像他的海军 他几条大船 就是都还在建造之中 他要在零七零五年零六年才能下海 那么还有他的几个主要的军机的机种 就最好的呢 就是他的这个 舰基机呢 装备还在装备之中 那么还有像这个运二零啊 就什么像这些红二零这些都还在 还在发展开发 就是要最后要完成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 在现在就会去打台湾 对习近平来说呢 这个我觉得美国也知道 但是美国呢就这样一个什么海军部长出面说话 他跟他的经费有关 还有一个美国还有个特点 如果你说破了之后呢 让你来重视 那个发 那个进行演习啊 调动的那个飞机啊 是和你打一场仗调动的军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美国也知道中国并没有在进行往这个 自己的整个往战时轨道上走 他在这之间至少也是一年半年到一年的准备时间吧 嗯 好 我不晓得四位还有没有要补充 有关于E20败席峰会的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谢谢四位 谢谢冯胜平 谢谢王俊涛 谢谢李恒青 谢谢邓有文 谢谢四位嘉宾的精辟分析 谢谢所有明镜观众 对我们中国人的支持 再次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也再次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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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